终于看从小被丢到农村放养的女孩 如今被家族召回城里 还被迫男扮女装 结果被小时候指父为婚的野蛮郡主 逼迫退婚 郡主怒骂苍宇 如今地位不配娶她 苍宇拿出当年父母指父为婚的信物 不懈地丢在地上我苍宇放弃婚约 自己未来的妻子 也不能是那等败高采低的货色 见苍宇如此羞辱自己郡主 恼羞成怒 上前就想删她 结果轻而易举地被苍宇拦下 毫不客气把她甩开 野蛮的郡主却大喊着 苍宇你敢还手 我要杀了你 苍宇讽刺说 想杀我怕是男了 真是造化弄人苍宇刚退完郡主的婚约 刚回府里 又被苍国公告知 让她参选公主则序 苍宇很是震惊 虽然自己刚回京城 但也听闻不少定国公主的名声 定国公主是当今皇上最娇宠的妹妹 性情娇纵 喜好动物 传闻客服凡是她定下的驸马 都突然暴毙 苍宇反驳着 怪不得我刚退完郡主婚约 这么大动静 国公也不作声 原来在这等我 不愿将嫡系子弟往火坑推 便把注意打我头上 苍国公怒骂你名在族 必要为苍家效力 此事由不得你 老老实实给我参加选序仪式 苍宇不给她好脸色 转身就走 暗想着 我绝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 走在路上的苍宇 吐槽着 走了一个郡主 来了一个公主 明月担心地说 这可怎么办 毕竟公子是女子 她就被身后的苍宇 你的死期 道了的声音吓一跳 原来是骄横的郡主 一声令下 给本郡主好好教训她 收到命令的侍卫 骑刷刷地甩出暗器 苍宇不懈地嘲笑 真是阴魂不散 明月则是麻溜地躲在旁边 只见她一跃而起 轻松地躲开了飞镖 好巧不巧 飞镖直冲明面来的马车 不想牵连旁人的苍宇暗叫不好 马儿也受到了 惊吓在街上疯狂乱窜 苍宇一气呵成地跃在马背上 控制着马让她停下 眼看马车要倒下了 她又一跃而下 用力抵住马车 路人都一顿猛夸 真是英雄 就在她吐槽剧组可没说要干狗壁 下一秒 一直四十三马的大脚 就踩在她肩膀上 苍宇无语地转头看 到底是谁这么拽 只见车厢内出来一名身穿白衣 身材高挑 手里还拿着皮便的姑娘 隔着面纱都可以感觉到 她的美食多么地醒目而特别 还有那看了让人忘不了的眼眸 你敢相信 这八块腹肌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更可笑的是 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便要将她的男儿身 隐藏在女人的衣袍下 当苍宇还在卖力地 抬着马车的时候 拿着皮便的公主殿下 去盛气凌人地看着众人 二话不说 就把皮便狠狠地 向郡主甩了出去 鞭子毫不留情地抽在了郡主 那花容月貌的脸上 痛得她发出惨叫 公主冷漠地呵斥 郡主当街闹事 与庶民同罪 理应当罚 说完 公主便收回手中的皮鞭 恰好那沾满 血迹的皮鞭 滑落在台马车的苍宇脸上 吓得她只打哆嗦 暗想郡主 都被打得皮开肉绽 这就是不能亵渎真正的皇权吗 美艳冷酷 还高高在上 今天碰到硬查了 感觉到被偷瞄的公主 开始注意起一旁的苍宇 却对上了 苍宇那花痴的 眼神公主 双眼上的好美 她害怕的错开 眼神虽然很美 但是很凶 无论如何 都要想办法 逃离择序 无福销售不过 公主殿下的脚丫子 也推大了点吧 下一秒 黄承司照过 禀报着殿下奴才救驾来迟 奴才也安排新马车 来接您回宫 委屈殿下 在飞云阁休息一会 默不作声的公主临走时 还不忘看一眼 发愣的苍宇 心中也记住了此人 见公主离去苍宇 才敢自由行动 总感觉殿下有点不对劲 突然身后 想起熟悉的声音 定睛一看才知 白人是肖家世子肖无心 一年前 我鸭镖遇到打劫 幸好肖大哥出手相救 后来聊得头缘就结拜兄弟 他惊叹 阿宇你怎么会出现在京城 还有你这笔血怎么回事 苍宇尴尴尬的擦了擦脸 这说来话长 一住香后 他便把来龙去脉 和肖无心说了一遍 也请肖世子帮帮小弟 肖无心愧疚地说 我不是刻意隐瞒身份 其实是怕不方便 从此以后 你我兄弟间 无需隐瞒苍宇尴尴尬地笑着 还是要隐瞒自己女儿生的事 苍宇恳求地说 自己搞不准候选驸马的情报 还请大哥帮忙 没想到他一口答应苍宇抱全 感谢肖大哥 我先回去有消息联系我 带人走后 肖无心感慨着我这小弟 还是身藏不落 突然出现的暗卫提醒着世子 您当真要帮苍家二少 只怕会得罪苍家 苍宇在苍家死也了无所谓 但我这一地一贯机灵 对我要彻查的事情大有注意 自然要站他这边 夜里回到宫内的公主 漫不经心地卸下装备 谁能想到 这美若天仙性情傲动的公主殿下 原来是男儿身 明明是男人躯体 却要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被迫隐藏在这女人的衣袍下 看着镜中的自己公主 讽刺地冷笑一声 便用力地震碎了镜子 这一轮的选妇马 倒是有点意思 他撩起秀发 露出阴冷的眼神 不知这又有几家富贵子弟 要办丧事 真让人期待 你敢相信 这八块腹肌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更可笑的是 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他被迫将男儿身 隐藏在女人的衣袍下 夜里苍定峰粗鲁地 踹开苍语房门怒骂着 你居然敢让郡主蒙受如此大辱 本柿子不会让你好过的 苍语冷漠地说多亏了我 你们狗男女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 柿子不但不感谢 还冲我撒气 兼被气得咬牙切齿 你给我等着 等苍定峰走后 明月催促着公子 我伺候你休息吧 谁承想刚卸妆完 明月就两眼放光一顿 猛夸小姐你长得太美了 如果出生在正常人家 光靠脸就可以活下去 也不用那么辛苦 听到这苍鱼 可不想过成他阿娘那样 处处受限制的生活 自己可不甘心过这种日子 突然他感觉到一股杀气 就用力把手里的茶杯甩了出去 正好砸中了房顶放迷药的人 他迅速地挽起头发 以免身份暴露 然后一跃而起 跳上了房顶 是何人敢夜闯过功夫 就看见眼前 站着三名蒙面黑衣人 一个个都面露杀气 苍宇暗叫不好 他们身上的气息很难察觉 只有绝顶高手 才能隐藏内心 只见为首蒙面人秒赞着 不愧是御氏 敌出后人自容与身手 都是一等一的 苍宇故作淡定地说 御氏后人这世上 哪还有御氏 敌出后人小爷姓苍 蒙面人讽刺着 御夫人唯一的儿子 就这般美肿啊 苍宇开得紧张了起来 这蒙面人的眼睛 好像哪里见过 随后 他又玩味地 顶起跨条性地说 有没有钟 你要亲自试试体验完 记得五星好听 这话直接把蒙面人 惹恼一声令下杀了他 苍宇撇着后院 晒得衣物 就说 那小爷就陪你玩玩 转身就喊着 不得了了 府里竟采花贼偷肚兜了 还不忘甩出手里的皮鞭 直接把梁在院里的肚兜 来的肚兜给洗礼了 气得非一人 咬牙切齿地说 苍宇 你真无耻 马上院内就传来 护卫的声音 非一人见死 招呼着手下撤退 苍宇还不依不饶地口嗨 这就要求走了 小爷爷还没玩够呢 非一人那阴冷的眼神 直瞪着他 他内心马上认错 我就装个逼 你可别当真啊 非一人恶狠狠地说 苍宇本座记住你了 转身就消失了 看着消失了三人 苍宇都还没有明白 他们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首的那个人 让我感觉有点熟悉 回到宫底公主就摘下眼罩 身后的侍卫风鸣 美好气地说着 殿下苍宇那小畜生 如屋里真该死 一旁的云形 也愤恨地吐槽 那混账还敢对殿下 做出那恶心的顶胯动作 绝对是好色之徒 公主冷笑着他 如果是好色之徒 那倒也好解决 七日后宫里 会举办赏花宴 所有驸马候选人 都要参加到时 安排苍宇做得 离本宫近一点 就有好戏看了 你敢相信 这八块腹肌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更可笑的是 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他被迫将男儿身 隐藏在女人的衣袍下 夜里苍定峰 粗鲁地踹开苍宇房门 怒骂着 你居然敢让郡主蒙兽 如此大辱 本柿子 不会让你好过的 苍宇冷漠地说多亏了我 你们狗男女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 柿子不但不感谢 还冲我撒气 我明白了 也许是没办法 让我好看 所以只能撒泼了吧 苍定峰瞬间被气得咬牙切齿 你给我等着 等苍定峰走后 明月催促着公子 我伺候你休息吧 谁承想刚卸妆完 明月就两眼放光一顿 猛夸小姐你长得太美了 如果出生在正常人家 光靠脸就可以活下去 也不用那么辛苦 听到这苍宇 可不想过成他阿娘那样 处处受限制的生活 自己可不甘心过这种日子 突然他感觉到一股杀气 就用力把手里的茶杯甩了出去 正好砸中了房顶放迷药的人 他迅速地挽起头发 以免身份暴露 然后一跃而起 跳上了房顶 是何人敢夜闯过功夫 就看见眼前 站着三名蒙面黑衣人 一个个都面露杀气 苍宇暗叫不好 他们身上的气息很难察觉 只有绝顶高手 才能隐藏内心 只见为首蒙面人秒赞着 不愧是御事 敌出后人自容与身手 都是一等一的 苍宇故作淡定地说 御事后人这世上 哪还有御事敌出后人小爷姓苍 蒙面人讽刺着 御夫人唯一的儿子 就这般没种啊 苍宇开得紧张了起来 这蒙面人的眼睛 好像哪里见过 随后 他又玩味地 顶起跨条性地说 有没有钟你要亲自试试体验完 记得五星好听 这话直接把蒙面人 惹恼一声令下杀了他 苍宇撇着后院 晒的衣物 就说 那小爷就陪你玩玩 转身就喊着 不得了了 府里竟采花贼偷肚兜了 还不忘甩出手里的皮鞭 直接把梁在院里的杜兜 甩到紧跟在后的黑衣人方向 没一会 三人 就被突如其来的杜兜给洗礼了 气得黑衣人咬牙切齿地说 苍宇 你真无耻 马上院内就传来护卫的声音 黑衣人见死 招呼着手下撤退 苍宇还不依不饶地口嗨 这就要求走了 小爷也还没玩够呢 非衣人那阴冷的眼神 直瞪着他 他内心马上认识 我就装个逼 你可别当真啊 非衣人恶狠狠地说 苍宇本座记住你了 转身就消失了 看着消失的三人苍宇 都还没有明白 他们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首的那个人 让我感觉有点熟悉 回到宫底公主就摘下眼罩 身后的侍卫风鸣 美好气地说着 殿下苍宇那小畜生 如屋里真该死 一旁的云形 也愤恨地吐槽 那混账还敢对殿下 做出那恶心的顶胯动作 绝对是好色之徒 公主冷笑着他 如果是好色之徒 那倒也好解决 七日后宫里会举办赏花宴 所有驸马候选人 都要参加到时 安排苍宇坐得离本宫近一点 就有好戏看了 你敢相信 这八块腹肌风度偏偏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更可笑的是 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他被迫将男儿身 隐藏在女人的衣袍下 隔天早上明月 就询问着公子 真的要去赏花宴吗 苍宇无奈地说着 这是太后的帖子 主要是借赏花宴 让公主见一见 各位驸马候选人 刚出房门 苍宇就瞥见 苍宇峰躲在角落盯着自己 隔着大老远 都感受到他的怨气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他到底 想出什么办法对付我 毕竟我死了他 就得填后选驸马的坑 殿下今日赏花宴 您为何还来茶楼 公主不满地瞥了他一眼 他立马解释着 奴才不该过问的事 是奴才失言了 突然公主 就被茶楼下的吵杂声 吸引了注意力 只见茶楼下几名街霸 对着一小女孩 抽打着怒骂着还敢跑 小姑娘见苍宇路过 马上可怜巴巴求助 公主我是茶楼里卖唱的 他们想将我掳走 公主不救我会被他们打死 苍宇无奈 这才第四话 就遇到这强武民女窜出来 等人跳坑 原来傻的数 他拉起小姑娘 把她护在身后 虽然不知各位什么身份 但他弄坏了小爷的衣袍 总得要报官的 目睹这一切的公主暗想 倒是聪明知道 附近有黄城司 那奴才要不要出手 只见他淡定地喝着茶 不急再看 突然出现的沐王讽刺着 原来是名满京城的苍二公子 英雄就美 都就到本王 豪奴身上 你也喜欢青涩丫头 本王那妹妹知道可不会高兴 苍宇思考着沐王 这纵于过度的空虚皮囊 先皇的第一个皇子生物 误服了 原本下给先皇的毒药早产而亡 沐王又因为毒物不能生育 无法竞争皇位 对他格外放纵 因此沐王性情荒淫无际为火 一方 公主殿下是云端上的贵人那天 是我太不小心冲撞的那些 沐王直接无视他的说辞 苍二公子何须狡辩 既然喜欢当英雄 今日又是本王妹妹 邀各位贵子参加赏花宴的好日子 本王 当然要为你好名声添砖家娃 乐人就由本王 来当了成全苍二公子英雄名 如果我是因为其他原因翻车了 那苍母家 还得往驸马这火坑里填人 但我折在皇室手中 皇上便抹不开脸 问苍家要人一十二秒 如果是苍定峰设计的那真是好手段 侍卫提醒的殿下沐王 似乎是动真格的了刀剑无眼 您要不要回避 公主讽刺着 凭他也配 要是连沐王也对付不了 那就是本宫高看他 本宫倒要看看 苍宇这种情况下 你该如何应对呢 苍宇把小姑娘捧进把车内 便说 沐王殿下 不知我如何得罪了你 沐王只是阴险地回应 本王只是在帮妹妹考察夫婿人选 还没等苍宇说些什么奇刷刷的利剑 就飞向了他 苍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好在避开了所有力气 暗骂皇族 真是不把人当命 他当机立断 折断了手里的剑 迅速地冲出了重围 今天自己就算死 也要拉上这狗东西垫背 只是瞬间 苍宇就擒住了沐王 吓得他直冒了汗 沐王我这手擒贼仙擒王 您可满意是否符合您考察妹绪的要求 眼看脖子被苍宇的力气给刺出喜 他就开始以无人次地谩骂起来 苍宇抬眼看着不远处的公主 被暗示着 看了一场戏 都闹成这样了 您还不出声 公主被他这有勇有谋 给震惊了 不但发现了本宫 还想利用本宫来收拾残局 本宫的这位候选驸马爷 可真大 那便如他所愿了 你敢相信 这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他被迫将男儿身影 藏在女人的衣袍下赏花宴 当天被男扮女装的苍宇 按在水里啃 还差点暴露了身份 苍二公子太后娘娘身体不适 今天由梁太师 注释奴才带公子过去 多谢公公带路 不管怎么样 今日这份恩情算欠下 没走一回苍宇 就听见身后的肖无心喊着 阿姨 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苍宇一脸尴尬 看来自己和沐王的事情 冲上热搜了 一旁的公子哥 好奇地问 无心这个公子是何人 无心热情地介绍着 这位是沐府的狄幼子沐晴 也是驸马后选人沐公子 这是我结拜兄弟 苍家二公子苍 眼看此人正是苍宇沐晴 一下子就心花怒放 想与他交朋友 苍宇粉饰纳闷他这种身份 为什么想着自己交 看出他疑惑的无心解释着 沐晴很崇拜五义高强江湖游侠 知道你就过公主 就特别想认识 既然如此 兄长不参选驸马 也不可能留在此赏花宴上 就让这小子跟我做伴吧 一个时辰后 御兴楼内侍卫公警说着 殿下御兴楼工人已彻子 请您静心休息 属下去被些茶水点进 等侍卫走开后 公主默默地摘下了面纱 当她正准备脱下外伤休息的时候 就感觉到 有生人的气息 暗骂不知死活的东西 就使出内力 迅速地朝屏风外挥了出去 眼看屏风都被劈得四风五裂 站在屏风外的人 还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 公主继续使出内力 向那人挥去 只见那人 东倒西歪的完美避开的公主的攻击过 就倒在地上 公主一脸纳闷 算准了 她会闪避攻击了方向 没想到她居然用这种姿势闪躲 正好破了我杀招 公主绑绑靠近这不省人事的家伙 倒是想看看 谁这么大的 公主用最高礼仪 把她踢翻了过来 原来是野狐狸苍蝇 没想到那么鸡贼的她 也会翻车 还不是照样掉进别人坑里 看样子是中了情毒 公主正想换云醒进来的时候 被苍蝇一把给抓住了手腕 傲娇公主一下子来了 一气低声说着放手 没想到苍蝇抱着大肚 就顺着爬 还嘟囔着你不许走 脸上时不时露出痴汗的表情 嘴里还挂着哈喇子 公主一脸嫌弃地推着她 你快给我放手下一秒 两人磕磕绊绊彩绊 彩虹掉进湖里 浮水瞬间将两人的衣服打湿了 露出完美身材的曲线 头一次遇到这事的公主 不知所措地羞捧了脸 苍蝇还一脸渴望地地说着你 不许走下一秒 那不安分的手 就开始抚摸起了公主 那结实的胸膛 公主被她这波操作 弄得很失眠 甚至忘了推开压着自己的苍蝇 脑子里还想着 这家伙是佛异的 你敢相信 这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她被迫将男儿身影 藏在女人的衣袍下赏花宴 当天被男扮女装的苍蝇 按在水里肯 还差点暴露了身份 苍蚀公子太后娘娘身体不适 今天由梁太师 注视奴才带公子过去 多谢公公带路 吴兴喊着阿宇 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苍蝇一脸尴尬 看来自己和沐王的事情 冲上热搜了 一旁的公子哥 好奇地问 吴兴这位公子是何人 吴兴热情地介绍着 这位是沐府的嫡妞子沐晴 也是驸马候选人沐公子 这是我结拜兄弟 苍家二公子沐 眼看此人正是苍蝇沐晴 一下子就心花怒放 想与他交朋友 苍蝇粉饰纳闷他这种身份 为什么想着自己交 看出他疑惑的吴兴解释着 沐晴很崇拜武艺高强江湖游侠 知道你就过公主 就特别想认识 既然如此 兄长不参选驸马 也不可能留在此赏花宴上 就让这小子跟我做伴吧 一个时辰后 御兴楼内侍卫宫警地说着 殿下御兴楼工人已撤走 请您静心休息 属下去备些茶水点心 等侍卫走开后 公主默默地摘下了面纱 当他正准备脱下外伤休息的时候 就感觉到 有圣人的气息 暗骂不知死活的东西 就使出内力 迅速地朝屏风外挥了出去 眼看屏风都被劈得四风五裂 站在屏风外的人 还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 公主继续使出内力 向那人挥去 只见那人 东倒西歪的完美避开的公主的攻击过 就倒在地上 公主一脸纳闷 算准了 他会闪避攻击了方向 没想到他居然用这种姿势闪躲 正好破了我杀招 公主绑绑靠近这不省人事的家伙 倒是想看看 谁这么大的 公主用最高礼仪 把他踢翻了过来 原来是野狐狸苍蝇 没想到那么鸡贼的他 也会翻车 还不是照样掉进别人坑里 看样子 是中了情毒公主 正想拌云洗进来的时候 被苍蝇一把给抓住了手腕 傲娇公主一下子来了 一气低声说着放手 没想到苍蝇抱着大肚 就顺着爬 还嘟囔着你不许走 脸上时不时露出痴汗的表情 嘴里还挂着哈喇子 公主一脸嫌弃地推着他 你快给我放手下一秒 两人磕磕绊绊踩踩空掉进了湖里 湖水瞬间将两人的衣服打湿了 露出完美身材的曲线 头一次遇到这事的公主 不知所措地羞红了脸 苍蝇还一脸渴望地地说着你 不许走下一秒 那不安分的手 就开始抚摸起了公主那结实的胸膛 公主被他这波操作 弄得很失眠 甚至忘了推开压着自己的苍蝇 脑子里还想着 这家伙是活腻了 你敢相信 男扮女装的公主居然被人抢吻了 堂堂公主 还被聊得一阵迷糊 瞬间忘记 彼此都是男儿生啊 被咔油的公主反应过来 就马上阴沉着脸 眼神也逐渐流露出杀星苍蝇 你想死本宫就成全你 等他眼神对视上 压在自己身上衣衫不整的苍蝇后 他的神情都缓和了一些 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再忍忍他是御事家警存的后人 现在还没有到死的时候 随后公主亲手点了一下苍蝇的麻穴 看他安分了不少 便温柔地把他抱起 轻轻跃起 离开了池水里 缓缓落在地面上 看苍蝇抱着自己不放公主 就嫌弃地一把拽开 抬眼间又看见苍蝇这楚楚动人的表情 娇滴滴的模样 渴望的眼神 再配上这粉嫩的嘴唇 公主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劲 马上让自己清醒一点 怎么可以对男子心动谁成想 苍蝇趁机抚摸着公主的脸 又娇羞地说 先知娃娃 你真好看 这波操作 可把单身多年的公主 给整迷糊了 开始羞红了脸团嘴硬的 说你闭嘴迷药上后的苍蝇 还贴上了公主那性感的胸肌 娇羞地说着 我想亲你怎么办 随后就捧起公主的俊脸 她一脸震惊 正准备开骂 就被苍蝇那小嘴给亲上了 谁承向公主 被亲上你 真是奇妙地感觉下一秒 苍蝇就越发似乎忌惮地 啃着公主的脖子 灵感处不知所措的公主 嘴上喊着混账 放开本宫身体 却诚实地 迷药上后的苍蝇 还不忘安抚着我 就肯一口不疼的 从未接触过这害臊事件的公主 被聊得都忘记字 说好的难得 下一秒允醒 就喊着殿下 我回来了 谁承醒 她刚来就看见这两个大男人 双双湿着身子面红耳赤的场景 这一幕 犹如晴天霹雳般 吓得允醒 目瞪狗呆 好不容易反应过来的她 丢下一句 我好像走错片场了 就跑开了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公主 马上拽开仓库 把她丢回水里 又傲娇地说 给本宫在水里好好待着吧 没一会 允醒便尴尬地伺候着公主 换衣裳 支支吾吾地说 殿下衣服换好了 属下给您倒杯 热茶片刻后 端着茶水的允醒 看着公主这心不在焉的 本事吃惊暗想着 真是活久见 从无破绽的殿下 居然在发呆 殿下池子那人 要不要处理掉 把她捞起来 那只眼无力 怕是要被自己身上的 玉毒活活烧死 随后又傲娇地 把药盒丢给云醒吩咐着 把药喂给她吃了 再把人捞起来 云醒很不理解殿下的行为 窃窃地问这事 还没有等她说完 公主修红脸说这是不要 她一脸无语属下 这就去心里忍不住 吐好什么不要 这明明是殿下随身携带 几百毒的还魂丹 殿下对着苍羽 还真不一般 等她靠近池子时才发现 苍羽人不见了 公主一脸震惊 什么时候不见的 为什么她没有发现 你敢相信 男扮女装的公主 居然被人壁咚抢吻了 堂堂公主 还被聊得一阵迷糊 瞬间忘记 彼此都是男儿身说好的 难得那苍羽有惊无险地 在宫中走着 虽然不知道自己 怎么出现在池中 却解了身上的情毒 看来 这次真的是 自己大意了 回想着 一个小时前赏花宴上太后 和公主都没露面 由梁太师为主持 戏分虽然压抑 中人便将驸马候选人等 带回各自厢房 在休息的时候 喝下侍女端上来的热茶 没想到茶中 有春药苍羽喝完就 浑身发软 意识魔 那时亮亮呛呛地 用最后的力气 去找萧大哥求助 没意会他断片了 自己明明去了萧大哥厢房 怎么会在这里 突然萧无心出现在身后 喊着阿宇终于找到你了 苍羽正想说些什么 就被萧无心阻止了 这里说话不方便进屋说 没意会 两人就进入房内 苍羽在屏风内换着衣服 外面等候的萧无心 情绪开始躁动了起来 这种怪异的感觉 是从阿宇中毒后 找他石开始 想到苍羽 当时那面红耳赤 娇滴滴的模样 要不是彼此都是男人 萧无心 就差点把持不住了 好不容易他才沉住气 抱起苍羽 安抚着兄长会处理好的 玉果烧身的苍羽 恳求这兄长 带我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看着苍羽这副模样 萧无心瞬间感觉自己 是不是疯了 对自己的兄弟 悲愤之喜 换好衣裳的苍羽 喊着萧大哥 你怎么了 笑无心尴尬的说着 没什么看你样子 情度已经紧了 苍羽感激着 多亏了兄长自己 才没落下把柄 他愧疚的说着 本来想陪你泡冷泉 但梁太师赵敬 只能把你独自留下 幸好你而是 苍羽疑惑的问着 兄长那处冷泉 是不是会让人产生幻觉 他好奇的说 阿宇为什么这么问 我隐约记得 泡水时 好像再啃仙只娃娃 啃完了就好了 苍羽一股冷战 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时候 想起定国公主 真是造孽 可千万不要招惹上公主犯了 还是先搞清楚 谁给我下的药吧 目的又是什么呢 与此同时 公主在宫殿内 悠哉地喝着茶 见云喜回来 便问话带到了 他禀报着属下 以告知苍羽 速速来见殿下那小子 身体恢复了 云喜呲牙咧嘴地 说他好得很 我去的时候 他和萧世子聊得很热 两人看上去关系 极好听到这公主脸上 瞬间暗沉了下去 手里的茶杯 也被他轻而易举地捏碎 你敢相信 男扮女装的公主 居然被人壁咚抢吻了 堂堂公主 还被聊得一阵迷糊 瞬间忘记 彼此都是男儿身说好的 难得那苍羽 有惊无险地在宫中走着 虽然不知道自己 怎么出现在池中 却解了身上的情毒 看来 这次真的是 自己大意了 回想着 一个小时前赏花宴上太后 和公主都没露面 由梁太师为主持 戏分虽然压抑 但没出什么乱子 宴会结束后 工人便将驸马候选人等 带回各自厢房 在休息的时候 喝下侍女端上来的热茶 没想到茶中 有春药苍羽喝完酒 浑身发软 意识磨 那时亮亮呛呛地 用最后的力气 去找萧大哥求助 没意会他断片了 自己明明去了萧大哥厢房 怎么会在这里 突然萧无心 出现在身后 喊着阿宇终于找到你了 苍羽正想说些什么 就被萧无心阻止了 这里说话不方便进屋说 没意会 两人就进入房内 苍羽在屏风内换着衣服 外面等候的萧无心 情绪开始躁动了起来 这种怪异的感觉 是从阿宇中毒后 转到石开始 想到苍羽 当时那面红耳赤 娇滴滴的模样 要不是彼此都是男人 萧无心 就差点把持不住了 好不容易他才沉住气 抱起苍羽 安抚着兄长会处理好的 玉果烧身的苍羽 恳求这兄长 带我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看着苍羽这副模样 萧无心瞬间感觉自己 是不是疯了 对自己的兄弟 缉分之心 放好衣上的苍羽 喊着萧大哥 你怎么了 萧无心尴尬地说着 没什么看你样子 情毒已经减了 苍羽感激着 多亏了兄长自己 才没落下巴比 他愧疚地说着 本来想陪你泡冷泉 但梁太师赵敬 只能把你独自留下 幸好你人是 苍羽疑惑地问着 兄长那处冷泉 是不是会让人产生幻觉 他好奇地说 阿羽为什么这么问 我隐约记得 泡水时 好像在啃仙芝娃 啃完了就好了 苍羽一股冷战 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时候 想起定国公主 真是造孽 可千万不要招惹上公主放 还是先搞清楚 谁给我下的药吧 目的又是什么呢 与此同时 公主在宫殿内 悠哉地喝着茶 见云喜回来 便问话带道了 他禀告着属下 以告知苍羽 速速来见殿下那小子 身体恢复了 云醒呲牙咧嘴地说 他好得很啊 我去的时候 他和萧世子聊得火热 两人看上去关系 极好听到这公主脸上 瞬间暗沉了下去 手里的茶杯 也被他轻而易举地捏碎 你敢相信 这八块腹肌风度翩翩的美男 居然是定国公主 更可笑的 为了所谓的皇权大局 他被迫将男儿身 隐藏在女人的衣袍下 只能夜飞风高时 露出真实身份 夜里苍羽 匆匆忙忙赶来御星楼 拜见定国公主 不是他的公主 却忧灾地喝着手里的茶 看场面一度安静的 苍羽慌了心想 难道殿下真的看上我当驸马吗 一个小时辰 前晕醒 忽然来告知公主殿下有请 苍羽疑惑地问这个时辰 公主突然找自己是何事 他不爽地瞥了一眼 苍羽说 婚事听见这两个字 苍羽直冒冷汗 一个头五个大怕什么来什么 突然公主傲娇的声音 把他拉回现实 你这副温良功减让的 面具现在还继续戴着 不觉得晚 他心中一颤 殿下不是不会武功吗 可我竟然连他是什么时候 靠近的都不知道 殿下草名苍羽 不敢造次公主直接无视 他命令着 把头抬起来 苍羽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看着眼前的公主殿下 近距离接触才发现 公主居然这么高 而且很有压迫感 又幻想着 两人站在一起的感觉 光看身形我俩人就不合适 公主死亡提问你 不想成为本宫的驸马是吗 成为驸马自然很多好处 他了解苍羽秀发说 那今日有凡夫俗子 闯入本宫居所你说 该当何罪 是断手还是断脚吗 公主缓缓靠近苍羽 饶有兴致地问 或者摘了凡夫的脑袋可好 苍羽却心不在焉地 闻着公主身上的香味 和那细腻的皮肤 真的好美 又开始幻想着 也不知道公主摸起来 手感会怎么办 只是瞬间苍羽就立马清醒了 怎么会冒出这种荒唐诡异念头 果然色令之昏 等他瞅见公主的脖梗出时 上面的横印子 怎么瞅着像吻痕的苍羽 瞬间被吓得瘫倒在地 公主尚未出格 却有吻痕 若是被他知道 我发现了这个秘密 够我死几回了 并不知情的公主 一把抓起他的衣领 以为这牙尖嘴壁的野狐狸 终于知道怕了 苍羽慌张地说 殿下凡夫俗子 未必是故意闯入民居所 牛郎还不小心偷窥了天女洗澡 也不是故意的 公主瞬间脸一飞 公主见他 那傻样轻笑着 倘若本宫允许你窥记呢 他瞬间心乱如麻 公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真的看上 看苍羽这吃了屎的反应 公主阴沉着问 怎么你不愿意 被赶鸭子上架的他 只能默默承受着 草民自然愿意 但是突然云醒进来 禀报公主梁太师参见苍羽 瞬间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终于体会到 唐僧掉进谭思洞 被迫成亲的感受 本一走出外面的公主 又回头说 苍羽本宫记住了 你很愿意成为 苍羽气得直跺脚 我说的那么委婉 就是在拒绝你 怎么就不懂成年人反折吗 刚回到厢房内 就听见肖无心担心地 喊着阿羽你回来了怎么样 公主有没有 为难你 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找了借口 把梁太师哄去找公主一试了 苍羽一脸堪忧地说 多谢肖大哥 至于公主有没有为难我 如果他说看上我的算吗 听到这几个字 肖无心犹如晴天霹雳公主 居然看上你 瞬间忘记 彼此都是男儿身说好的难得呢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公主 亲口量说的 肖大哥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公主说的 与你私下聊的 并没有当众宣告 或者事情有转机 别想那么多 我会照看好你呢 苍羽纳闷着 原本赏话会都结束了 太后又临时举办了一场宴会 不知有什么目的 还有为什么我回来之后 肖大哥就似乎有心事了班 苍羽只能郁闷地独自喝着闷酒 一旁木琴的小声地 呼唤着苍公子殿下召见你 我这殿下照敬我 但并没有轻定我什么 非议皇家传出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请木公子几年慎喜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 公主选择你了 我希望你好好带她 苍羽调侃你喜欢公主 木琴吞吞吐吐吐说着 公主如角落虎 不过是望月者远观而已 果然她暗恋公主 难怪明知有姓名威胁 也要参选驸马 还有公主殿下身上有吻痕 很有可能是她一有情人 难怪公主会有意选我当驸马 她就想找个没有背景 不敢纠缠她死了 也不可惜 做她地下情人的挡箭牌 你到底从哪里听说 我是驸马人选 是从吓人那听到这时 大家都在这传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敢乱传皇家的流言蜚语 与此同时 安排传谣言的本人 正悠哉的泡温泉云行 禀告着殿下 您吩咐的事情 已经安排妥当了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说 苍羽是您 亲定的驸马 您真打算指定苍羽当驸马 照顾说 他是御家后人 还有利用价值 不肯为本宫所用 那只有让苍羽成为重视之地 走投无路 主动投靠本宫二来 他竟敢跟肖无心谋划 不当本宫驸马 本宫天不如他的意 毕竟这么多年 不想当驸马的公子 不止一两个殿下 何必专门针对苍羽呢 公主呵斥想什么呢 伺候本宫更衣 突然云醒 盯着公主的脖子 不说话 公主疑惑 你在看什么本宫的脖子 怎么了 打扫的工人是干什么吃的 连房间有虫子咬人都不知道 允醒尴尬地说主子 这不是宠妙 这是今天你被苍羽 用嘴巴做出来的痕迹 俗称吻痕 只是您的衣袍领子高 所以没注意 通常出现这种痕迹 就表示这女子 名花有主了 您可千万别让人看见 听到这公主 暴跳如雷怒吼着 本宫一定要宰了 那只不要脸的影笔里 梁太师找太后 也有是商议太后 最后还是没出现 结果喝多了 不管了 这闹心的赏花宴 总算结束了 突然带路的公公说 公子请您稍等 有人想见你 前面的公主回头说 苍羽你终于来了 你可知罪 这一会打得苍羽措手不及 吓得她连连后退一个 没站稳 就亮腔地往后倒去 公主便迅速搂住了她小腰 这气氛都溺出糖了 你敢相信 男扮女装的公主 居然被人壁东抢吻了 堂堂公主 还被聊得一阵迷糊 瞬间忘记 彼此都是男儿身说好的男格呢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公主 亲口那样说的 萧大哥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公主说的 与你私下聊的 并没有当众宣告 或者事情有转机 别想那么多 我会照看好你的 苍羽纳闷着 原本赏话会都结束了 太后又临时举办了一场宴会 不知有什么目的 还有为什么我回来之后 萧大哥就似乎有心事了班 苍羽只能郁闷地独自喝着闷酒 一旁木琴的小声地 呼唤着苍公子殿下召见你 还轻定 以为下任驸马也属实吗 苍羽反驳着殿下召见你 但并没有轻定过什么 非议皇家传出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请木公子几年盛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 公主选择你了 我希望你好好带她 苍羽调侃你喜欢公主 木琴吞吞吐吐吐说着 公主如角落舞 不过是望月者远观而已 果然她暗恋公主 难怪明知有性命威胁 也要参选驸马 还有公主殿下身上有吻痕 很有可能是她一有情人 难怪公主会有意选我当驸马 她就想找个没有背景 不敢纠缠她死了 也不可惜 做她地下情人的挡箭牌 你到底从哪里听说 我是驸马人选 是从吓人那听到这时 大家都在这船 到底是谁这么大乃 敢乱传皇家的流言蜚语 与此同时 安排传谣言的本人 正悠哉的泡温泉云行 禀报着殿下 您吩咐的事情 已经安排妥当了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说 苍羽是您 轻定的驸马 您真打算指定苍羽 当驸马照顾说 她是御家后人 还有利用价值 暂时杀不得 但本宫那夜 已经是谈过她 她不肯为本宫所用 那只有让苍羽 成为重视之地 走投无路 主动投靠本宫二来 她竟敢跟肖无心谋划 不当本宫驸马 本宫天不如她的意 毕竟这么多年 不想当驸马的公子 不止一两个殿下 何必专门针对苍羽的公主 呵斥想什么呢 伺候本宫更衣 突然云醒 盯着公主的脖子 不说话 公主疑惑 你在看什么本宫的脖子 怎么了 打扫的工人是干什么吃的 连房间有虫子咬人都不知道 云醒尴尬地说 主子 这不是虫鸟 这是今天你被苍羽 用嘴巴做出来的痕迹 俗称吻痕 只是您的衣袍领子高 所以没注意 通常出现这种痕迹 就表示这女子 名花有主了 您可千万别让人看见 听到这公主 暴跳如雷怒吼着 本宫一定要宰了 那只不要脸的影笔里 梁太师找太后 也有是商议太后 最后还是没出现 结果多多了 不管了 这闹心的赏花宴 总算结束了 突然带路的公公说 公子请您稍等 有人想见你 前面的公主回头说 苍羽你终于来了 你可治罪 这一会打得苍羽 措手不及 吓得他连连后退一个 没站稳 就亮腔地往后倒去 公主便迅速搂住了他小腰 这气氛都溺出糖了 大家瞧瞧 这两位名义上的大男人 只是摔了一跤 看彼此的眼神都拉出丝了 两个人搂搂抱抱 这气氛都溺出糖了 公主逐渐搂紧他 好奇着这眼狐狸的腰 为什么那么软 一脸错愕的苍羽 本能反应地推开他 不再思考 就一个铁头弓 撞向了搂着他的公主 他捂着脸 眼前一黑吃痛地 连连后退眼看公主 亮亮强强 往后倒去 苍羽慌忙地伸出手大喊殿下 一个不小心 两人 就如大家看到 这般暧昧地躺在地上 眼神都可以拉丝了 这气氛 就连平常冷漠无常的公主 也忍不住害羞了起来 苍羽彻底心慌完了 要领盒饭 满门抄斩都不为过 他关心着公主 您没事吧 弄痛你没苍羽看着 被压在身下的公主 这楚楚可怜的模样 好诱人好美啊 这不是惹人犯罪吗 下一秒苍羽 就忍不住伸手想去 抚摸公主的峻林 被公主一把抓住 怒吼着放肆 你想干什么 苍羽尴尴尬地解释在下 只是想看看 您的鼻子受伤了没有 是吗 那你还想压着本宫多久 才啃起来 反应过来 姿势不雅的苍羽 瞬间跳开十米外 又自我洗脑 开起男女瘦瘦不轻 身为男子这样 压着一个女子 岂不是非公主不娶 殊不知身后的傲娇公主 握紧拳头 埋怨阵狐狸 对本宫退避三射 就这么嫌弃本宫 苍羽你什么意思他 马上变脸 殿下恕罪啊 我马上扶您起来 没有一会 他又和公主保持十米距离 公主质问苍羽本宫 就这么让你厌恶吗 谁承想苍羽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可怜兮兮说 殿下恕罪在下 有话想说 殿下我自知出身不佳 也不愿意命为苍家做嫁衣 母亲因我而死我此生 只想在乡下平安度过余生 请公主成全这话 倒是识尚了你 只是这世界不如一之事 十之八九 你既然知道 要进人是最后的结局 是听天命那么就 好好地选择要站那平天 站对了 才有得见曙光的时候 若是站错了 付出的代价 只怕你承受不起 公主掐着她的下巴 警告着本宫说什么 就是什么本宫要的东西 还从未失守过 苍羽本宫要定拟了她 震惊了这殿下 怎么每次逼得我这么紧 就不能放过我们大姐 瞧瞧这两位名义上的大男人 只是摔了一跤 看彼此的眼神 都拉出私了男扮女装的公主 居然也害羞了起来 这模样也太犯规了吧 本以为公主看上了 这驸马是逃不掉 没想到出了宫后 有个意想不到的人在等 苍公子 梁太师 想见你起飞无惩 苍羽不仅 自己与梁太师 只在赏花宴上 有过一面之缘 他怎么会私下找我呢 刚靠近马车前 就听见梁太师说着 苍公子请上来喝杯茶 梁太师也是直接 这是你奶娘 写给老夫的信 你看了自会明白 苍羽看着信中的 自己是奶娘的 说明梁太师也是自己人 靠得住苍羽 马上抱拳求助梁太师 你可有办法 让我不当父母 你是御夫人 拿命保下的御家 最后这点滴血不该 就此断送 能决定的 听梁太师这么说 苍羽乐开花 梁太师可是在太后 和皇帝面前 都说得上话的三朝元旺 梁太师又拿出 怀里的帝气说 这是你娘 她小部分陪嫁 如今不归人 你母亲 是御是唯一的女 当年几乎陪嫁了 半个元帅府出去 如今也就剩这些了 梁太师又嘱咐着 从今往后 你我联系 就用这些商铺里的渠道 不要在外人钱走落风生 苍羽心疼地 捧着手里的地气 这笔钱 应该是娘存下的 一部分私房钱 至于嫁状剩下的 应该被苍家摊下了 总有一天 我会让他们全部吐出来 回到府邸 明月就吐槽 难怪公子一回京城 就被盯上 郁家就算早已败亡 但仍有力可图 苍羽回想的 上次那个黑暗妖气的男子 那双冰冷又暗的眼睛 自己至今个妄文 郁家虽然败亡这么多年 但是我外祖父的门生 仍在 有人想利用 我这个郁家 仅剩敌血做点文章 也不奇怪 虽然不知道 那些在暗处 对我虎视眈眈的人 想做什么 只要我们仔细提防 就不必担心 既然我们现在住在仓府 也该给某些喜欢 暗中害人的畜生 一些教训 明月吐槽 想起沐王 那嚣张的模样就来起 苍羽分析着 他不会平白无故 真对我不及 和苍定峰脱过的关系 既然他非要和我脱不去 那别怪我 随后两人就窃窃私语 开始密谋着什么算法 与此同时 在深宫中的公主 还在看着自己 摸过苍蝇的手 思索着触摸苍蝇的脸时 皮肤如此光洁细腻 没有半点虚法 难道他不是个女 终于看女主女伴男装逛花楼 被妖艳美男抓包追着壁咚 女主瞬间被眼前男子的美貌吸引 忍不住见人就亲 公子咱们都一连三天来青楼吃饭 你不怕被有心人抓到把柄 我不搞点动静 他们怎么会出手呢 不然包间内 进来一姑娘娇嘀嘀的喊着 萧公子原儿敬明一杯 说完就热情的 开始给苍蝇道酒 苍蝇心虚的 自己用了萧大哥的假名 又提醒着明月你也喝点吧 随后两人蹲蹲的喝了起来 苍蝇晕乎乎的说着 这梨花酿真上头才喝几杯 就开始头晕了 明月哐当一声就醉头 眼看姑娘 要走苍蝇 询问着你去哪里 突然出现的沐王 便说他有他的去处你 也有你的去处 苍蝇调侃着 原来是沐王好些日子 没见明老又憔悴了 难道又放纵过度了 沐王怒骂贱人一会 本王让人 把你舌头割下来 送给公子 我就不明白 你和公主到底有什么深仇大分 你不去找他麻烦 找我做甚本王和明王都身子补不好 凭什么明王可以在他的知识下 登基为定 本王却因为 他被逐出皇宫 沦为毫无权力的殡娘子王 所以 你没本事向公主报复 只能找我谢分 但你杀了我公主 也可以再选别的父母 沐王信誓淡淡说 不会有别人 你可是公主这些年来 唯一指定的本王 把你割成一宋土 他一定会痛彻心非仓女 浮泻地说 你就带了四个人 确定可以割了我本王 让基女在你九手下 要本王一人就能割了你 不然他反应过来 说你不是中毒了吗 怎么不仅没有晕 还中气十足 现在才发现 沐王也太小看我们这些行走江湖的人 沐王被吓得连连后退 又喊着来人给本王砍死这混账结果 回头就看见 带来的手下 已经被明月给解决了 一盏茶后 苍宇吩咐着 明月这里我一个人收拾就成 你去看看 苍定风尚勾没 明月走后 就剩下苍宇 在搬动着晕倒的慕王 突然窗户上 就坐着那夜的妖艳男 好奇地问你 这是在做什么呢 吓得苍宇心虚的一批 你怎么来了 但骂这家伙上次帮我家院抢 这次爬床 到底想做什么 谁承想他直接来一个 地东暧昧的问候 汤二公子 是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飞心事 苍宇不是纳闷他吗 女女 只见过一次 为什么他就是 给我一种熟悉的 飞心事 那可不比你 阴魂不散跟着你 难不成是 你想对我做什么 飞心事话一出 妖艳男就无语言对 苍宇见他越靠越近 就忍不住地讹了起来 他身上的香味 好像已在那里轮过 随后苍宇就情不自禁地 开始贴近他的脸 还一脸享受地 闻着他身上的味 妖艳男瞬间被他这举动 给整脸红了一把 推开他傲娇说 你贱人就情吗 注意看女主女伴 男装逛花楼 被妖艳美男抓包追着壁东 女主瞬间被眼前男子的美貌 吸引了苍宇 忍不住贱人就情 苍宇吐槽 不是你凑那么近的吗 怎么还到达一耙 你自己都压我身上了 还怪我轻浮 他又摆出一副欠揍的嘴脸说 这位小哥 其实我不讨厌断袖男风 不过今天我有钥匙 也有客人来访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和我亲热的话 不如改天 你来仓扶到我房中 一须我肯定让你不须死心 男子后退一步 就目不转睛 看着他仓宇纳闷着 你看什么看 我看你这只眼狐狸 有几副面孔 先是和公主纠缠不清 现在还敢夜访青楼 算计目往满门中列的郁佳 竟有你这样的后人 仓宇内心一顿谩骂 我有几副面孔 关你屁事 上次试探我不成 这次还来 就是想我为他所用 越想越恼火的仓宇 一下子炸毛了斑 瞪着眼前的男子 他挑起仓宇下巴 嘲讽着别嘴硬眼狐利 你会有求本作的时候 他又贴近仓宇耳朵 暧昧地说 你我来日方长 仓宇被聊得瞬间 脸红心跳 他一个男人 居然正起 等他反应过来 又几乎不得大骂 谁和你来日方长 就挥起拳后 男人轻松地抓住他的手腕 你这么爱动手动脚 不会有暴力倾向吧 仓宇咬牙切齿地说 你又不是我夫人 你管我呢 自己竟然无法挣脱 这个人内力深不可测 男子看他这副气呼呼的模样 轻笑地说 也狐狸 我们下次再见 随后他帅气地跨上窗户 准备削死 结果身后传来 仓宇的吐槽生效得那么灿烂 想勾引谁呢 这话噎得他一不小心 脚底打滑地摔了下去 见碍事的人走了 仓宇回头 看着晕倒的沐王 虽然被耽误了点时间 但应该还来得及 梅艺柜匆忙进屋 提醒公子 仓定峰带人马上要到这 仓宇拍拍小手笑着说 贵客终于来了 跑戏开场 两人便默默坐回原位等 于而上钩下一秒 房门就被踹开了 仓定峰怒吐 仓宇呢 竟敢瞒着父亲 着急完全不将皇家脸面 和家族容忍放在心里 仓宇无奈摆手 我怎么会是着急了 我是因沐王要约出来喝酒啊 沐王喝醉了 在床上休息 不信你过去看看 沐王与他有仇 怎么会约他喝酒 仓定峰不信邪的主妇手下 把门守紧 免得内笑 趁机跑 随后他缓缓靠近窗边 仓宇示意着 明月促进迷妖的效果 仓定峰恭敬地说 沐王殿下 在下仓定峰前来请安 不然身后镇毒的手下 提醒世子小心房间的 湘军勇无 眼看仓宇靠近自己仓定峰 瞬间方神怒 你想干什么 世子别走啊 来都来了 不看你们有没有沐王吗 我找你干什么 当然是报仇啊 仓宇毫不客气的 突然门外响起 国公爷就是这里的声音 苍宇震惊 父亲怎么会来这里 注意看女主女伴男装逛花楼 被妖艳美男抓包追着壁东 女主瞬间被眼前男子的美貌 吸引的苍宇 忍不住见人就亲 笑无心好奇 苍宇你怎么那么晚 还约我喝酒 还换了厢房 你又有什么鬼注意 苍宇笑眯眯地说一会 请你看戏 虽然父亲派人来了 但也不影响我的机会 算算时间 他们也该看到那一幕了吧 突然听见隔壁的破门声 苍宇立马站起身说凶手 好戏开场了 我们现在过去正是时候 与此同时 破门而入的两人看到 慕王和苍定峰 衣衫不止无恙 震惊不已 柿子不是让自己抓奸苍宇 怎么自己变成这样了 踩着点来的苍宇 假惺惺惺地说 哎哟 唐叔 你怎么在这呢 明知唐叔是听命父亲来此查看 苍宇还调侃着啊 莫不是来找我的吧 一旁的苍宇宇礼貌地说 见过萧柿子 见过二哥 苍宇纳闷 他是苍定峰的亲弟弟 但是在苍家 却没什么存在感你 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 苍明月假意地说 我放心不下大哥 正巧父亲派人来找 你们我便跟了 苍宇马上无事 他又夸张地喊着 那床上的 不就是大哥和沐王吗 哎呀 原来沐王和大哥有一腿呀 可大哥不是喜欢郡主吗 门口 看热闹的人 笑哈哈地吃着 大瓜贵族子弟 玩的蒸花柿子和郡主 有分约还搞鸡 真是奇闻啊 小无心现在才明白过来 苍宇叫他过来 恐怕也是 给他做个见证 这小子想得真周全 正当唐叔和三公子 不知如何处理此事时 忽然出现的郡主 嚣张跋扈地喊着 都给我滚开 看着两人这不堪入目的模样 他气得发抖 怒悔的 苍定峰 居然背着我在这偷男人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对得起我吗 我要杀了你 随后顺起旁边的酒壶菜碟 就对床上昆离不喜的 两人招呼上 苍明月趁机拦住 还热心肠地说 郡主喜怒 我送你回府吧 笑无心尴尬地说 你满意了 这下苍家的脸 丢遍了整个京城 我并不知道 唐观观会出现在这里 这是计划之外的事 苍宇撇了一眼 苍明宇对郡主的热心肠过头 才反映过来 这老三的手段 可比他那废物哥哥强多了 是他叫郡主来的 借用我设下的陷阱 既让苍定峰身败名裂 也让他失去显赫的未婚妻 唐叔总感觉 今天发生的事情 和二公子脱不了关系 便恭敬地说 二公子请立刻回府 国公爷再等你 笑无心担忧地打 苍宇 他便说 兄长无需担心 我自有办法应对第二天早晨 云醒提醒了殿下 那日在清楼 其实都是苍宇设下的圈套 公主悠哉地说着 苍宇那也不离 在苍家这栏窝里 一通乱眠 倒是让他硬生生 咬出一条活路 真是有趣的 云醒瞬间储存不够 殿下天天让我盯着苍宇 还是拼领呢 云醒立马客气 CP提醒殿下 今天还要去看苍二公子呢 公主恼火的 说不去那晚也不离 居然说我勾引他 封联神助攻地说 可是属下刚得知 苍二公子似乎病了 公主立马脸上紧张起来 怎么突然病了 今日苍国公给宫里 递来秋寿的名体 没带上苍的名字 说他身体不适 等公主思考的时候 他两边开始吐槽 也许装病不见公主对得闭心 不想和公主惩上关系 这话听的公主很是恼火 公主霸气地说 去把苍女召进攻 他不是病了吗 本宫亲自给他治病想躲开 我们都没 注意看着男扮女装的公主 得知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为了不当父母 装病躲着他 便傲娇地亲自检查 男主脸上的过敏症状 这暧昧气氛要犯规啊 殿下微臣 瞧过苍二公子 他只是花粉过敏 并无大碍 一大早听闻寓衣报备的事情 公主就气呼呼地好 你这个野狐狸 果然在装病 随后公主便立马召见了苍女 他跪在地上恭敬地说 草民见过公主殿下 还纳闷 宫里拍孕衣前脚 来枕之后脚公主就胸口入宫 公主傲娇地质问苍女听说 你身体不是是怎么回事 谢殿下关心 只是花粉过敏而已 无大碍 苍女暗想 本打算撑并不去秋寿 没想到居然派太医给我治 公主命令着 把头抬起来 苍女荒唐地说 草民过敏还未消退 如果唐突了殿下 还请见谅 他突然蹲下身 温柔地说这过敏症状 似乎有些严重 随后又情不自禁 伸手去摸她的脸 苍女见状 立马闪躲到一边 公主见她巴不得这 躲着自己的举动 瞬间来了脾气 赌气地抓起她的大盘脸 肆意地揪了起来 苍女才乖乖认错草民 刚才不懂事 公主又捧着她的脸问 除了脸上发红疼 还有其他症状 苍女瞬间进入温柔乡 感受着殿下 冰冰凉凉凉的手蚊 吱吱吱吱地说 还时不时打分体 刚说完就张大嘴巴 对着她准备天女散花 吓得公主一脸错愕 公主毫不犹豫地 伸手捂住了她那 想对着自己打分体的鼻子 这野狐狸 明明身为男子 为什么打分体 都会有女子的娇俏感 苍女见她松手 便愧疚说 不好意思 公主实在没忍住 公主擦着手 还不忘吩咐云醒 取一瓶冷香丸给苍女 可别让过敏症状 耽误了参加秋寿 云行忍不住吃瓜冷香丸 那种好东西 致过敏大财小用 又是看病次药 殿下明明洁疲 还碰苍女的疹子 绝对是喜欢她 公主示意苍女废下 还不忘提醒驸马人选 很快就能定下来 你拿料回去就等消息吧 十天后 苍女在后院摘着师傅 就听见明月苍促的呼唤声 公子宫里人传来消息 驸马也选定下来了 苍女淡定地问许了谁 是木侯爷的敌幼子木卿苍女 听见驸马是木卿吓得一哆嗦 一下子踩空 就麻溜地从树上掉了下来 苍女痴疼地问 怎么突然定了她 不是一直说 驸马是我吗 我都想好了 如果没有退路 就娶了公主 大不了成全公主和她的情夫 自己当个清白绿帽驸马 明月不解地问公子 不用你当驸马还不好吗 苍女被一手蚊的蚁色愣住了 自己天天抱着不当驸马 这不是天大的消息 为什么想起公主 那美丽迷人的模样 苍女一时眼神暗淡了下来 驸马居然不是自己 虽然娶了公子 也未必是坏事机智的明月追问公子 别告诉我 你喜欢上公主了 苍女嘴硬地说 怎么可能 又立马转过身 那红不复的脸 已经出卖了她 我也是你的公主 也是你 我怎么可能 喜欢女孩子 只是这转折来得太快 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苍女正琢磨着 也许该找梁太师问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 突然一旁的小厮 喊着二少爷夫人 请您去一趟 苍女郁闷着我那便宜的继母 终于忍不住要对我出手了吗 终于看着男扮女装的公主 得知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为了不当父母 装病躲着她 便傲娇地亲自检查 男主脸上的过敏症状 这暧昧气氛要犯规啊 刚进厅内 苍女就询问夫人 叫我来有何事 继母咄咄逼人 原来宫里定的是 你来当父母 但是突然又换了人许 是不是你做了 让皇家咽气的是 苍女反驳着 您说这话可有点意思 苍家本来就不想沾这浑水 现在不当父母 等于帮苍家逃过一劫 您倒是新诗问罪来了 继母一脸凶相说 不是因为你动我儿子 就算不喜欢你 我也不会对付 但如今 你还想从这个漩涡全身而退明 老是没管叫好儿子 他三番四次陷害我这天底下 没有只让人挨打 不让人还手的道理 继母又放话 只要我还活着你这辈子 可别想安生 您想不独子 我也理解你想怎么样 我也阻止不了 随后他阴险地笑着秋寿的日子 快到了你的身子好了 就去做好准备吧 苍女也没想过 现在这么快就和静女宣战了 看来秋寿必定会发生什么了 几日后 秋寿的第一天夜里 帐篷内下着旗的公主 询问苍女来参加秋寿了吗 赵购 禀报着 刚才属下看见他和牧家四次 拿着韭菜往山上去 公主怒骂 真是不长眼的东西 这时候还和牧青一起 就不怕丢了小命 如今牧青成了准父母 有的是想要他幸福 苍女这蠢货 跟在牧青身边 怎么可能不被波及到 这苍女怕是以为自己 已经从驸马的漩涡中 波生 一时间大义属下 这就带人上山走 牧青十有八九 去了望月丰难 小路崎岖 苍女如果遇袭要跑 只能向山下 而去带人 从温泉路往上走就是了 尊命属下告罪众人 难免好奇 公主为什么对自己的棋子 这么上心地照过走 公主立马挥翻棋盘质问 为什么是牧青当了驸马公主 一脸阴沉地看着旁边的两人 是怎么办事地允许 连忙安抚公主息怒 这次选举驸马是梁太师推翻的 再加上苍国庚私下有动作 所以换成了秦家四公子 照过之前查少发验时 梁太师和苍女间有什么异样 师父查了 但并没查出什么来 封明补充着 梁太师坚持说不喜欢苍女 无理粗鄙 还有罪臣之血 不适合当驸马 所以在陛下面前 极力反对发现端倪的公主 下令继续查下去 事情恐怕不是如此简单 包括苍国公他 一贯看不上这个儿子 这次竟然舍得 不让他烫这趟浑水 本宫要知道原因 想着圣局在握的公主 忽然遇到这些 或是瞬间心情低落 于是便转身准备离开赵木 准备亲自上身找苍子 奈何两人怎么阻止公主 都直接无事 想到这里不比宫中 如果真有人有歹意 轻而易举 便能杀人灭 公主就开始担心起 苍这个羽狐狸 傲娇公主要生气了 野狐狸想喝酒 来找本宫救世了 非要上赶着 跑去沐浑身边送死 就算你苍狐不想活了 也只能死在本宫手里 小编只想说 兄弟你是 公主人家 敢找你喝酒吗 你有想过 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 突然出现 骑着白马的王子 来英雄救美吗 你看男扮女装的驸马爷 就有对他 惺惺惺惺的公主 我素来救死 下半夜的望月峰山上 一阵阵刺耳群狼的哀嚎声 想遍整颗山头 为了保命 苍狱躲在树上大喊着 有没有人救命 这数量 多到惊人的狼群下去 单挑不拖层皮 也是半条命 就在这危急时刻 苍狱的白马王子 骑着马 一提子一只了 看见来人是公主苍狱 心里一阵感动 没想到第一个来救我的人 居然会是他 公主细心地挪了一下 前面的位置 叫他下来 听到公主的命令 苍狱毫不犹豫地往下跳 等他屁股刚坐到后面时 公主就不乐意了 你怎么坐后面去了 苍狱毫不犹豫 牵过马绳说 殿下冒犯了控马这种事情 应该让男人走 但他 靠得那么近公主 瞬间身体 就僵硬了 回想着他那天中了情毒 也是靠自己这么近 欠臭的苍狱见兮兮说 殿下不必这么僵硬的身子 女孩子 偶尔小鸟依人一下 也没什么 不必居于男女大法 我也不会说出去的公主 瞬间来了 脾气说 你给本宫闭子 他尴尬地转移话题 公主 您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公主傲娇地说 本宫来山上赏月 遇到了慕琴 她说 你有危险 苍狱连问慕琴还好 你自己还有心思 担心别人狼群都被你引开了 他好得很 你们为什么 那么晚还往山上呢 真是嫌不住 那不得怪您慕琴得知自己 被选中驸马 觉得对不起 有会与我他大晚上的 抱着两坛酒来找我说 想请我吃酒 都说整个京城都在传 原本是我当驸马的 结果变成了慕琴 而言我们两人关系 看起来不错 朋友妻不可欺听到那些谣言 漫妃她很羞愧 就专门来找我道歉 君子不夺人所好 这件事 是我的错苍公子 要打药妈 慕琴都愿受之 苍羽无奈叹了口气 驸马是功内定的 与你何干 但是满京城都在议论你 是我害你成为众矢之地 苍羽 一脸无所谓 他们议论他们 我过我的小日子 不碍事 慕琴瞬间 被他打开心非苍公子 心胸广阔 实在叫我佩服 如果你不嫌弃 我愿意与你结为兄弟 不相照应 苍蝇豪爽说没问题 我比你年长力以后 就叫我兄长吧 母亲为人坦诚 我也愿意与他相交 然后我俩来到山上 想边欣赏美景边 把九龄翻 结果刚上山不久 就遭到狼喜 这狼群训练有素 肯定是有人负易为之 那你还不算太少 公主坐这个时候 您还有心思对我 这马不错 不但御事不惊 脚力也是惊人公主 自豪地抚摸着马 那是自然破风 忽然苍蝇大惊醒 原来是山顶上的岩石滑落 看来是早有人设下陷阱 等着他们往里跳 快看娇滴滴的公主 被男主一不小心撕烂了衣裳 露出仙仙细腰 这男主这猝不及防的举动 可把公主整猛了 苍蝇推断着推落滚石的人 压根不在乎狼群的死活 这是惹上了两拨人 公主调侃着 看来想要你这条命的人不舍 公主这可不好说 万一是行刺您哪 成功了 您手上的黄成丝 就落入有心人手了 公主咬牙切齿的说 放肆本宫是不是给你脸 就不怕砍了你的头 你乖小人脸大 现在跑路要紧 不然要被砸成肉骨 宁可砍不了我 随后苍蝇拿过公主手里的鞭子说 这可不是公主殿下应该做的事 您只要拉好僵绳就好 公主看着她的手指发愣 她的手 线长像女子一般 骨骼秀起 但是指腹和掌心都有保茧 也不是贵公子的手 真的很奇怪 随后苍蝇 把内力灌输在鞭子上 用力地挥了出去 这一击 直接把滚落下来的巨石 给批得四松五裂 公主看准时机 就牵动马绳 驱使着破风快跑 两人不愧是狼才女貌男女搭配干活活的 两人刚脱险严实 才缓过来一回苍蝇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没想到埋伏在此的人 居然还放案件大喊着公主小心 随后苍蝇抱起公主 就一跃而起 要想不被扎成刺蚁 只能入水了 公主一下子被她整得不乐意了 她居然像暴女人一样 暴我又娇羞地喊着 你要干嘛放开我 只见苍蝇贼兮兮地 笑了笑安慰着公主关一体 她就扣紧了抱着她的手 羞红脸的公主 这时候还傲娇地喊着你 简直不要脸苍蝇 卖力往不得方向跑去 我这是不全大局生死有关之际 女孩子太矫情 就没意思啊 苍蝇又嫌弃地 看了看公主的胸 暗潮自己的身材 都比这硬邦邦的公主好当真 我稀罕占她便宜一样 眼看快到湖边时 苍蝇又细心地问公主会游手 公主一脸震惊她想干什么 虽然被围堵 单凭本宫的这身修围 难道还能被逼跳 隔妈苍蝇大喊一句 想跳河 便抱着公主一跃而起 往瀑布下跳去 一刻钟后 在湖边两人狼狈地往岸上游去 刚爬上岸的公主 脑袋一片混乱要死 被她发现自己的男儿生可怎么办 眼看公主放下戒备 往森林处走去 苍蝇就焦急地伸手去拉她的衣服 公主您等一下先观察一番 以免这里也有埋伏话 刚说完就听见手里的衣裳撕拉一声 居然破了 刚才还毫无反应的公主 现在一脸震惊又娇羞的眼神开 苍蝇立马露出一脸花吃样 我喝得喝呢 心里又幻想着 如果把剩下的衣裳给彻底撕碎 她会不会扑出来呢 忍了一路的公主 终于要爆发了 懦果的苍蝇 不用等来喝了本宫 现在就可以做了 快看只一位男扮女装的公主 刚泡温泉出来 就出水芙蓉 妥妥一大美人 连女扮男装的苍蝇 看了都直喷鼻血 忍不住幻想着美好生活 苍蝇蜷缩在火堆旁埋怨着 要不是我告诉公主 这附近有温泉 没准她来脾气真会嘎咯 都是女人多看她两眼怎么了 她有的我都有 突然公主命令的衣服 好干了吗 苍蝇心虚地捂住眼睛干了 放在石头边上 也没有那么体验 换好衣服的公主 招呼着苍蝇 你可以转过来了 刚转过身的苍蝇 看着貌美如花的公主 不经意感慨着 有一书音公主真的是大美 还情不自禁回忆起 公主衣服被撕烂的时候 那鲜鲜吸腰鼻血 就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公主一脸嫌弃地说 你流鼻血了 苍蝇一脸尴尬地擦着鼻血 我怎么会对女人流鼻血 既然公主泡好了 我也去泡一泡看她 活蹦乱跳的模样 公主忍不住吐槽 看男人也能流鼻血 这也狐狸的脑子 一天天地在想些什么 苍蝇脱下衣服 放在石头上 忍不住嘟囔着 我的衣服也湿透了 但公主可不会这么狠心 包烤衣服吧 她一脸享受地说着 果然泡热水澡 才是解疲劳的好法子 忽然间一只大手 拍在苍蝇的肩膀上 条件反射的苍蝇 吓得心惊胆战 一把抓住公主的手 你想干什么 公主淡定地说 看你泡那么久没有反应 怕你淹死 就过来看 苍蝇顺势把身体 往下前情不自禁地 拉紧衣服 但想她到底看到多少 公主拿出衣服说 帮你烤好衣服了 叫你没有反应 苍蝇一脸吃惊 何德何能公主 居然给我烤好衣服 见她还是没有反应 公主又说 你打算捏断本宫的手 是吗 苍蝇立马收回手 说男女受受不轻公主 怎么可以随意触碰男子身体 您不是最忌讳别人碰你 你都把本宫的衣裳撕了 又一路抱着本宫 好现在说这些未免太晚了吧 是我不对 多谢公主 为我烘烤衣裳公主 如今有了驸马 还请快些离开 虽然我们都是女人 但我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和她都是男子 有什么好避讳的 不过难得看到她窘迫的样子 不如逗逗她 我只想说 兄弟你以为她是 男人她以为你是女 公主蹲下身 挑起她的下巴说 驸马非我所愿之人 我所愿之人 就在眼前 苍宇一脸震惊 她说这些话 难道是在和我告白 与此同时 恶毒郡主吐槽道 唐圣明竟然去救苍宇了 不过也好 让他们都被狼吃了 才痛快 唐圣明当初打我的那一鞭子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苍宇一把抓住郡主的手皮 笑若不笑地说什么了 郡主 咱们可什么都不知道 今日来这里 不过是你 待我上温泉一关而已 郡主被吓得心惊胆战 她明明在笑着 我为什么莫名地害怕起来 郡主我侍卫你好公主 如果查出 是你找了西域训寿师 往你头上扣个图谋不归 行刺地下的罪名 一如反诚 本郡主听你的就是了 苍明雨轻扯着她的大脸说 晚晚真怪 就听见木槿亮枪地跑来大喊着 救命啊 郡主苍三公子快通知 与林卫山上 很多狼苍开在山上 反应过来的木槿 疑惑地问苍三公子 你为什么在摸郡主的脸呢 郡主立马露出阴险的表情 看到不该看的木槿 只能怪你倒露 你们见过这么主动 非要追着人家 当他驸马的公主吗 突然地表白 吓得前驸马爷 一个没站稳掉进水里 苍语暗响 要不是自己知道 公主有心上人就差点 信了她的表白 苍语委婉地说 公主何必这样说得 这么身不由己呢 她淡定地拨开 捏着自己下巴的手 宁可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公主 传闻中 皇帝陛下最宠爱的魅女 公主瞬间露出伤感的表情 看着远出这世上最身不由己 就是身在皇家命中不由人 苍语一下就看愣神 同未看过公主 这样落寞无奈的样子 明明有心爱之人 却要嫁点木槿 如果他们成婚 就是三个人的悲剧 殿下木槿是个好人 您如果不愿意跟他成婚 为什么不与太后 和陛下说明令则骄傲呢 公主瞥了他一眼 问如果真能改驸马人选 你可愿意成为本宫的 驸马爷突然说出这话 可把刚站起身的苍语吓坏了 刚想说不愿意 就被温泉下的石头 给划了一下 谁承想重心不稳的苍语 尖叫一声 就往温泉里倒去 反应迅速的公主 立马伸出手抓住苍语 一把搂着他的腰 又温柔地说着小心点 整出这闹剧 两人都红着脸 湿透了身子 尴尬地看着对方四目相对下 暧昧气氛飙升 这画面容易让人误会 修红领的苍语 连忙推开 就全坐在温泉里 多谢公主 扶了我一把红透脸的公主 立马转移话题 本宫先去烤补衣服 给你放在石头这 看着公主转身离开苍语 始终都不明白 明明都是女子 为什么自己 却因为这种暧昧接触 而心烦意乱 尤其是她一接触我的时候 那种肅马感真的 难以形容 自己是怎么了 片刻后 苍语提醒着殿下 关于驸马一事 您还是慎重苦 我已经告诉过陛下 我出身敏感 实在不想再与朝中 有太多牵住 殿下您是个好姑娘 结果话还没有说完 公主瞬间炸毛了 老虎的吼着你 锅造够了没有 苍语一脸委屈自己 到底哪里惹到她 她无奈地挠了挠脸 懊恼着 我就不应该搭理她 下一秒 公主就指着她 哈哈大笑 你手上的脏东西 都弄到脸上了 像是小花猫 殿下要多笑 才是殿下笑起来很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也见不得公主生气 情不自禁想哄她开心 殿下您今日愿意伸出援手 在苍语心中 就是朋友 如果有我能做到的事 必定不辜负 所拖着世上愿意冒险救我的 真的没几分 听她这么一说 公主立马来兴致 苍语连忙解释 除了当驸马以外 公主傲娇的哼了一声 那本宫就记下你说的话了 我说到做到经历这么多 我和公主 现在也算是朋友了吧 片刻后 云醒带着暗卫 匆匆赶来殿下属下 等人救驾来迟 公主立马便会雷厉风行的作风 询问着刺客 抓住了梅兆公公 已经派人去追踪了 我们是出来 寻名的踪迹的渡河船只 已经准备好 苍语焦急地询问 你们看到穆斯公子了吗 云醒却突然吱吱呜呜地说 穆斯公子 他下落不明 快看男主刚结义的好兄弟 也是前情敌 被人算计 本心定在树上 而陷入火海 冷艳公主担心 鲁莽男主也葬身火海 便阻止他前去营救 两人因为意见不合 而不欢而散 主子我们上山时 恰好遇到穆斯公子郡主 和苍三公子 他们三人 迟疑跟着我们一起救人 没想到刚到山林 就冒出很多黑衣刺客 林子里还起了大火 我们一行人被打散了 只看到郡主和穆斯公子 去了一个方向 汤语一头雾水 所以说 你们也不知道 穆金现在在哪里是吗 只见云醒眼神 左闪地说着我们着急就殿下 并没有留意旁人的行踪 汤语也只能拜托 如果你们有消息 请立刻告知我 公主突然脸色阴沉地问道 你就这么在乎他吗 我关心他不假 同时也觉得有蹊跷 就算想杀掉父母 也不至于放火烧山吧 这么大阵仗 用来杀母亲太大提醒作 用来对付当今圣上 都够了 公主眼神暗沉了下来说 这皇家犹如斗兽体 没有什么不可 我原本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容易 现在和殿下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这样的日子 殿下一定过得不开心 听他这么一说 公主陷入沉思 人人都觉得 我位高权重千娇万宠 但从未有人敢对我说 你一定过得不开心 苍语讽 拿自己当初寻常志愿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 喊着苍语 他马上反应过来 是沐琴的声音 他毫不犹豫 转身想往河海里冲去 沐琴有危险 我要去救他 公主马上分输云醒 快给我拦住 云醒迅速出现在苍语身后 把他定住了 苍语大喊给你放开了 没看见沐琴在火场里 可是沐家敌是四公子 云醒别过眼说 这是殿下的吩咐 苍语不理解 为什么再不去救人来不及了 殿下冷静地说着 因为已经来不及了 云醒之前都发现 沐琴困在火海里 以他的轻功都已救 而你只有一身 蛮力你以为你被作弃 沐琴一脸震惊殿下 原来你早就知道 沐琴被困 却故意让云醒瞒住 为什么 因为你会像现在一样 做不自量力的死 殿下我做蠢事 也是我自己的事 请你立即让云醒 放开我 您不救人 我要救人公主 失望地看着苍语你 是在责怪本宫 苍语都要咬碎后曹牙了 我不敢只是想提醒您 她是您的驸马 她是那样的喜欢你 那么纯真坦率的一个人 公主冷漠地说着 她还不是驸马 更何况就算是 有怎么样想当驸马的人 便该知道 可能会有今日下场 京城外年年兴奋 还不能让她清醒而仓 开始心谈地说殿下 人人都说 您喜怒无常 冷血无情 是如人命草剑 我本不相信 我以为我与殿下现在是朋友 如今看来是草民妄想了 请您放开我让去救人 公主无奈地说着 本宫是该是人命如草剑的 比如 现在去救你想救的人 你们一起死在烈焰里 用你的愚蠢 去救你你们之间的玉帽扬天 公主轻拍了一下 她就警开了许问 苍羽一脸震惊 居然会五根根主叹气地说了一声 是只有苍羽 以为她是个弱女子 极力保护她 原来这都是自己愚蠢的 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先去救木槿要紧 绝不能让刚任下的兄弟出事 与此同时入情 被一把利剑钉在了树上 虚弱地看着大路 开始逐渐地吞噬着 周围的树民 等她陷入绝望的时候 就听见苍羽的大 木槿也坚持住 我马上来救你 她吃力地睁开眼时 就看见苍羽 躺着一颗大树 在活海里 向她缓缓走 木槿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大喊着 够了苍羽 已经来不及了别过来 我只有一个心灵 希望你可以帮我完成 注意看命悬一线的驸马 被奸人所害 困在活海里临死之前 还痴情地留下遗愿 望好兄弟 帮忙顾好公主平安喜乐 等森林的大火 彻底熄灭后 苍羽独自一人 坐在树旁暗自忧伤 木槿是今晚 才认下的兄弟 就这样死在自己面前 公主呵斥苍羽 怎么木槿 没了你也要跟着去死吗 她被公主这句话 气得有怒 不敢言低声问着公主 可知道木槿死之前 最后的心愿是什么 她有什么遗愿 和本宫有什么关系 苍羽反活着 当然与殿下一关 苍羽回想着 木槿被大火吞噬的场景 还嘱咐着 替我看顾殿下 愿她平安喜乐 愿大声质问殿下 她临死还盼望着 您平安喜乐 您是否后悔 挡住扶持我就好 公主立马怒否放肆 你居然敢质问本宫 苍羽冷在原地 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居然还想和公主做朋友 原来只是一厢情愿 苍羽立即跪下 请公主息怒 方才是草民无礼了 只手因为只有出事一时失态 还望能恕罪 苍羽你这是 在责怪本宫昨日 是木槿的大女 献你二人险境 为了她这样没用的废物 你别忘了本宫就等你 殿下眼中人 是不是只分有用 和没用公主 没好气的回答 不然呢 是草民昨晚自作聪明 连累了殿下落水受罪 也是殿下眼中的无用之辈 是我太丑那些 舍命保护也是笑的 殿下的救命之恩 草民定会铭记于心 苍羽立可别忘了 昨天你的承诺 本宫对你有所求 必有所望 殿下这样的人 又怎么需要草民 这种无用之人 有没有用本宫说了算 只需要你为 本宫做三件事 汤羽眼神黯淡无光的 你过头说 虎天下莫非王主草民 若是力所能及 但平民尊负 公主对她这 要死不活的模样 气得后曹牙都要崩碎了 强忍不恐多 你先起来 云行只能尴尬地 提醒了殿下 赵公公回来 拜见殿下刺客都处理完了 属下失职 让能受惊 请恕罪殿下料事如神 我们才能及时防备 这些刺客 果然不出本宫所料 这般放火烧山的大阵仗 必定是宫里出了内部 汤羽不敢相信 原来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 那些刺客 远远不止刺杀驸马那么简单 反而是为公主而来 木琴是为了他丢了性命 可在定国殿下 眼底他不过是个计划里 多余的废物 突然苍三公子 焦急地跑来喊着 二哥你平安无事就好 奇怪的 是他身后 还跟着一声不吭的俊 汤国公主三公子 与冥王府君主 见过公主殿下 心怀鬼胎的苍三公子 深知公主身边 还是这山林最安全的地方 允醒招呼着郡主苍三公子 你们既平安无事 且在这一边等会 苍羽好奇地质问 苍三你刚才去了哪里 他立马表现得惊慌出来惊喜 我被刺客拦在半途 若不是手下仆人拼死相互安 只怕不能来见二哥了 苍羽又用犀利的眼神 盯着郡主 问那婉婉郡主 你去了哪里 允醒之前 说木琴和郡主去了同一个方向 如今木琴被困火海 他一个弱女子 是怎么全身而退的 殊不知晚晚那些早已惊慌失措 注意看你见过这么稳的公主吗 满京城都是他的流言蜚语 他还尚赶着给前夫哥送桂花酿 怕不是搞事情吧 见人准备走苍羽质问着郡主 你刚才去了哪里 毫无准备的他 瞬间慌了神转身就怒吼着 本郡主去了哪里 你这贱种也赶来质问 以下饭上 还不快给本郡主跪下 下一秒 郡主就被身后的云形 一脚踹跪在地上 放肆公主再次再轮得到你猪狗房间 只想说提到 郡主愤得哑哑哑 心里忍不住怒骂 上次抄他一鞭子 现在又当众成贵我 是而高贵两次屈辱 都是他造成了他 怎么不去死 苍羽继续追问你 再问你最后一次木琴的死 和你有没有关系 只见他大吼的没 心里又忍不住想起苍羽运说的话 无论如何 都要咬定 此事与我无关 绝不能让苍羽知道 木琴真正的死因 山火刚起时 我和木琴确实走在一起 后来我们被刺客追上 他们想从我们嘴里 问出公主的下落 木琴重伤 也不愿意说出来 我为了活命 告知刺客公主的方案 刺客离开后 苍羽鱼赶了过来提醒中 若是让木琴活下去 必然会告诉大家 是我出卖了公主的事情 为了遮掩我们所做的事情 苍羽鱼对木琴下了死神用剑 将他钉在树上 任由山火 将他吞噬 苍羽面上警告着郡主 你最好跟木琴的事没有关系 心里却记下了 唐弯弯别以为 否认我就不信 木琴临死前 可是还有一句遗言 小心唐弯弯 片刻后 公主上前催促着苍羽 想什么呢 事已结束该下山 反应过来的苍羽连忙后退 让开路并且恭敬地说 公主殿下临先起 公主瞬间店连好 你个苍羽 这是打定主力要破输 不过这世上 还没有本宫无法收服的人 苍羽你早晚不是本宫人 三天后 公主府内云醒 一直暗粗粗地盯着公主看 公主白着眼 为云醒本公主看了 听了这么久 云醒尴尬地磨着墨殿下 是好痛的手下 无失故意打扰殿下 只是方才听到了些流言非语 公主命令着 但说无妨 外头都说 木琴公子的 此事殿下和苍羽所谓 因为殿下钟情苍羽 所以勾结起来 生生害死您的正经夫君木琴 谁承想 下一秒 公主就一毛笔甩到云醒脸上 云醒可怜巴巴的嘟闹的什么 但说无妨 殿下真是大呼哟啊 凤眠忽然进来禀告殿下这事 是扛完碗放出去 仓促上面的萧夫人 也在其中推波着人 殿下要不要我们 出手给敢敢散播殿下流言的人 一种叫做 公主却拒绝着 说无必了凤眠惊讶地问不管了 那殿下的名声 仓羽不是有本事吗 木王府和林王 都在仓羽手里吃过亏想来 也用不着本宫复复 对了 仓羽也像本宫的救命恩人 用本宫的名义 去仓促给他送些金银新样的复发 凤眠瞬间摸不着头脑 殿下这样 不是给流言飞鱼火上加油吗 公主胜券在握地思考着 算算日子 木家也该找苍蝇麻烦了 如今看你如何应对了 谁懂啊 家人们堂堂公主 天天追着沾花惹草的钱夫哥跑 闹得满城风雨 奈何钱夫哥只想和公主划清界限 免得让人误会 隔天 小厮就往屋内喊着 公子木家来人 找你兴师问罪来 木书进门 就不客气地怒吼着我弟弟木琴 被人生生烧死在山中 我今天就要 为他讨回公道苍蝇 立马表态 我与木卿如兄弟 怎么会加害 看来最近外面都是自己 与公主的流言飞 木书是为死去的弟弟名不平 还来找我麻烦自己 也实在不想 与木家为狐 但晚晚剧组说的 可跟你不一样他 亲眼看见你和定国殿下 在山林里出双入队 甚至一起过夜 很有气不可惜 就是这么对待你的兄弟 木公子 世年我与公主殿下是清白的 我绝对不会为他伤害木琴 航晚晚与我有仇他的话 不可以相信 听苍蝇说的这么肺腹之意 木书才开始缓和些情绪 又问着你 当真与公主没有私情 还没有等苍蝇加点 猛料自证清白时 小四就喊着 公子宫里来人 说是公主知道 您性情好爽 喜饮酒赏赐了 新娘的好酒下来送你 木书瞬间来了脾气 这就是你说的清白 这就是你说的 别人陷害你 苍蝇无奈地捂着头 我如果说公主殿下与我有仇 你们会相信吗 他这个街舞里 给我送东西 就是给我添麻烦 让我来看 木书怒火中烧的 拔出两米大刀 我就信 你不妨去地狱问我的地狱 看他会不会信 不然苍蝇公出面 呵斥木公子 我知你心疼地狱 但如今真相未明 你在苍蝇中里 是当本国公不存在的 木书也只能理会地收回见说 在下不是这个意思 若你们木子查明真相 有证据证明 是苍蝇的错误 必将给你们一个交代 被下逐克令的木书领走时 还警告着 苍蝇会放动 等人走后 苍蝇公提醒着木 这段时间 最好老是待在府中 否则我也保不住 你苍蝇等笑着回忆 这不劳蝇公也费心 明月担心地问公子 今日风波算是平了下完 若日后木书又挑战了走 他只是被唐婉婉利用了而已 反而因为他我才知道 唐婉婉有问题 也找到了突破口 忽然一声傲娇的声音 想起什么突破口 不妨讲给我听听 苍蝇立马嘲讽着你 好像总是喜欢飞禽人入 难道你的爱好是偷鸡摸补 面具男里毫不示弱地 回对着本座 可是敲门了 只是苍蝇公主 忙着算计你的前卫婚妻 连基本的警惕都丧失了 苍蝇瞬间被气得咬牙切齿 他连唐婉婉 是我的前卫婚妻都知道 身份可运不一般 面具男闷骚地说 苍蝇公主 愿意被换本座为己 苍蝇装不住地说 既是原记的技能 面具把苍蝇 捕在门上你诅咒本座私 长得高就了不起 是祭品的基本作 用你这尖利的舌头 当祭品可好 苍蝇被聊得面红耳赤的 避开他的眼神 即使看见他的全脸 单凭他这双眼 我也可以判断 此人是个妖邪的男人 等他缓过神来 便一把抓起男人的衣领 往往靠近他妩媚地说 任何陷阱的凡人 向神衣或者恶果有所请 你想要的舌头 是不是应该答应你的邀请 面具男被他这表情 你的出神他 居然敢靠过来挑起我错 随后他深情地挑起苍蝇下 温柔地问你 想要什么 不妨说来听听 苍蝇入住勾人心疯的表情 看着面具难受 还不闲着在他胸前勾了勾 注意看你见过这么稳的公主吗 满京城都是他的流言蜚语 他还尚赶着给前夫哥送桂花酿 怕不是搞事情吧 见人准备走苍蝇 质问着郡主 你刚才去了哪里 毫无准备的他 瞬间慌了神转身就怒吼着 本郡主去了哪里 你这贱种也敢来治我 以下饭上 还不快给本郡主跪下 下一秒 郡主就被身后的云形 一脚踹跪在地上 放肆公主再次再闻得到你猪狗狂烟 只想说提到 郡主愤得哑哑哑 心里忍不住怒骂 上次抄他一鞭子 现在又当众成贵 我十二高贵两次屈辱 都是他造成的他 怎么不去死 苍蝇继续追问他 再问你最后一次木琴的死 和你有没有关系 只见他大吼的名 心里又忍不住想起苍蝇说的话 无论如何 都要咬定 此事与我无关 绝不能让苍蝇知道 木琴真正的死因 山火刚起时 我和木琴确实走在一起 后来我们被刺客追上 他们想从我们嘴里 问出公主的下落 木琴重伤 也不愿意说出来 我为了活命 告知刺客公主的方案 刺客离开后 苍蝇续赶了过来提醒这种 若是让木琴活下去 必然会告诉大家 是我出卖了公主的事情 为了遮掩我们所做的事情 苍蝇续对木琴下了死神用剑 将他钉在树上任由山火 将他吞噬 苍蝇面上警告着郡主 你最好跟木琴的是没有关系 心里却记下了 唐婉婉别以为否认我就不信 木琴临死前 可是还有一句遗言 小心唐婉婉 片刻后 公主上前催促着苍蝇 想什么呢 事已结束该下山了 反应过来的苍蝇连忙后退 让开路并且恭敬地说 公主殿下能先起 公主瞬间变连好 你个苍蝇 这是咋定主力要后输 不过这世上 还没有本宫无法收服的人 苍蝇连早晚不是本宫人 三天后 公主府内云蝇 一直暗粗粗地盯着公主看 无脑人的事情 要不要告诉殿下呢 公主白着眼 为云蝇本宫 看了 盯了这么久 云蝇甘尬地磨着墨殿下 是好痛苦下 不是故意打扰殿下 只是方才听到了些流言蜚语 公主命令着 但说无妨 外头都说 木琴公子的 此事殿下和苍蝇所谓 因为殿下钟情苍蝇 所以勾结起来 生生害死您的 正经夫君怒情 谁承想 下一秒 公主就一毛笔 甩到云蝇脸上 云蝇可怜巴巴的嘟囔的什么 但说无妨 殿下真是大呼哟 凤年突然进来 禀告殿下这事 是唐婉婉放出去 仓子上面的小夫人 也在其中推波着 殿下要不要我们 出手给敢敢散播 殿下流言的人一点叫死 公主却拒绝着 说无必了凤年 惊讶地问不管了 那殿下的名声 苍蝇不是有粉饰的 沐王府和凌王 都在苍蝇手里吃过亏小孩 也用不着粉宫处复 对了 苍蝇也像本宫的救命恩人 用粉宫的名誉 去苍蝇给他送些 金银心让的贵花 凤年瞬间摸不着头脑 殿下这样 不是给流言飞与火上加油吗 公主胜券在握地思考着 算算日子 穆家也该找苍蝇麻烦了 如今看你如何应对 故意看着男扮女装的 公主恋爱脑上头 还没在一起 就警告女扮男装的前驸马 少沾花惹草小心 被风流债逼死 苍蝇露出勾人心魂的表情 看着面具男 还不忘抓起男人的衣领说 我只想要你这只阴魂不散的妖怪 永远滚出老子的视线说完就 立马把人来了一个过肩衰 随后露出得意又舒适的表情 小爷还收拾不了呢 谁承向武功高强的面具男 倒挂在房梁上 鄙视地说 你用这招对付本作是活得不耐烦了 苍蝇一脸失望的表情 抄起旁边的桌子 问你到底是谁想干什么 面具男淡定的 说你何必激动本作来建议 是来和你谈交易 他就毫不客气地 坐在旁边的茶桌上 直勾勾地看着苍蝇 虽然这人很讨厌 但是若真是比好买卖 我也能忍一忍苍蝇 不爽地放下茶桌 问什么交易说来听听 他拿出一枚玉佩 说你如果有需要 可以凭此物得到庇护 与足够的武力支持 苍蝇也是个明白人 拿过玉佩就问你需要什么条件 苍蝇警告着我和你说清楚 丧尽天良颠覆朝廷的东西都不肯 你倒是警惕得很你放心 我让你拿的东西 绝对与这两件事无关 他第一次见面就知道 我玉佳血脉的身份 苍蝇询问着 那到底是什么 想必和我外祖家东西有关 时间到了的时候 本作自然会告知你 随后双方都伸出手 达成交易面具男 顺势一把拉过苍蝇 不忘警告着 在此之前 希望你少沾花惹草 免得本作需要你的时候 被风流债逼死了 苍蝇反手抓住他的手臂身子 也往他胸前靠着 清竹的调戏面具男 第一次见面 我就说过 不介意断绣分挑男女通杀的他 羞涩的一把 挣脱掉苍蝇呵斥着 论起不要脸的本事 你也算是天下第一了 随后他就一跃而起 准备离去 还不舍得瞥了一眼 苍蝇确实很有趣 五日后 苍蝇带着明月游走在大街上 明月不解地问公子 今天也要去见唐燕燕姑娘吗 苍蝇一脸得意地笑着说 当然他可是我们对付唐婉婉的杀手锏 唐燕燕只是宁王府的庶女并不受宠 怎么能对付唐婉婉呢 凡是要讲究谋略 扳倒唐婉婉的第一步 是把他拉下郡主的位置 唐燕燕虽然是宁王庶女 但比唐婉婉低调心善 经常为难民失踪 前段时间 我将获得的部分钱财 投资到唐燕燕的州库中 让他救济了更多的人 他在民间以为尊称为仙姑 你想帮唐燕燕 获得一个好名声 取代婉婉俊主 但那也不够了 毕竟俊主是黄命啊 苍蝇无奈地敲了敲明月的脑袋瓜子 突然唐燕燕温柔又甜美声音 想起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唐公子 您是来找我的吗 燕燕姑娘最近才顺利 说公子的 如现在百姓很认可 我而我那位嫡姐 也因此更加频繁找我的麻烦 渣男附体的苍蝇 细心地剥开她的发烧 温柔地说别急 很快我就会把她的巢官 带在你的头上 这一撩拨举动 可把小姑娘的心 撩得小鹿乱跳 脸红娇羞了起来 一旁暗中观察的云形 认真地思考着公主 让我盯着苍蝇那今天的事情 要不要汇报公主这促进 男扮女装的傲娇公主 听见前驸马爷 与别的姑娘眉来眼去 气得直接捏碎茶杯 这个世界上 没有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几日后 苍蝇在宫内 偶遇了唐燕燕 便打了声招呼 她很意外 自己被太后召见了 为什么苍蝇也在宫内 因为太后也召见了我 看来唐婉婉这条大鱼上钩了 片刻后 突然一名太监告知 苍二公子 有贵人传箭 你请先随我来唐二小姐 您请到偏殿等候 苍蝇不明白 这宫内认识的也没几人 怎么就有贵人召见自己 原来所谓的贵人 就是公主殿下 上次他送自己一壶酒 被目书误会 这回又想做什么草民拜见殿下 见夜思梦想的人 如此冷冰冰公主就气不打一处来 苍蝇是铁了心想和本宫保持距离 不知道殿下有何吩咐太后那边 还等着草民问话呢 公主没好气地说苍蝇 你就那么不想见到本宫吗 想早点离开这 还拿太后压我殿下 爱天人之姿 能见到殿下是草民的福气 话是这么说 心里却吐槽 这福气 我可受不起 醋意大发的公主 质问着 你用这些甜言蜜语 哄骗了多少姑娘 苍蝇不以为意地访问殿下 您这是什么意思 听闻你最近和唐燕燕走得很近 你那颇天的流言蜚语 都传到宫里了 公主回想着 前几天云行禀报的苍蝇和唐燕燕 最近交往密切一天天的都在 眉来眼去眉目传情 她气得直接捏碎茶杯 吓得云醒直哆嗦 原来苍蝇不是不尽女色 而是不想和本宫亲近 回过神的公主 逐步逼近苍蝇 质问着你和唐燕燕天天一起试周 你想娶她不成 苍蝇立马露出反感的表情 公主是派人跟踪 你最好给我老实本分一点 别以为没选中 你当驸马 便是逃过一劫本宫 想要的 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苍蝇恐慌不以 她原来一直不想放过我 放完狠话 公主牛脸就下竹颗粒 你走吧 别让太后久等了 等人走后 她尚赶着吩咐云醒派人 去太后那边看着 如果有人为难 苍蝇素来告知本宫 片刻后太后 就质问苍蝇墓书 可有此事 你可承认自己的 所作所为苍蝇 为太后草名不认 慕书你有何证据 可以证明 是苍蝇害死了慕晴 当初刺客 烧山凝王郡主唐文婉 也在现场 陈女亲眼看见 苍蝇慌骗慕晴上山 随后慕晴 便遇到了野狼追杀 是陈女救下 逃下山的慕晴 她亲口对陈女说 苍蝇放了野狼 想要咬死她 苍蝇一脸无语 看着她表演郡主 还有什么要指证我的 尽管继续说别憋坏了 突然她又指着一旁的 唐妍妍说 苍蝇与我退婚后 又勾引我的树妹 玷污她的名声 唐妍妍暗骂这招卑劣至极 真是愚蠢 同为宁王府出身她 污蔑我自己 又能吼到哪里去 唐妍妍马上哭音地解释了起来 所以人都知道 我与苍公子 是救灾放粮才结识的 所有交际都在灾民眼前 我们怎么可能苟起 长姐我知道我只是树女 不该抢你风头 但你不能误人清白 苍蝇寝室太后 自己有话说后 就怒吼唐婉婉妮 可是在这眼够了 你已经说了很久的废话 我也不想和你演下去 你说你身边的人能为你作证 受害了母亲 那我就请你身边的人 来说说是怎么回事 随后一名丫鬟马上跪下声称 是婉婉郡主贴身侍女 自幼侍奉在郡主身边 指着郡主 就要指控她的所作所为 快看当朝公主 居然是男扮女装就算了 还天天追着女扮男装的前驸马 也不放个怀鬼胎的两人 到底是谁先掉马甲呢 奴婉要指控婉婉郡主 是她害了母亲公子 郡主听到自己侍女都来指控她 立马坐不住了 指着她骂贱婢 你在胡说什么 那日刺客放火烧山 母亲公子与我们走一起 刺客堵住了 让我们说出 定国公主的下落 母亲公子抵死不从郡主 为了活命出卖公主 随后郡主离开后 刺客将母亲公子定在树上 让她被火烧死 郡主开始惊慌缩恶 明明是苍蝇女 将母亲定死在树上 瓶双居然将她摘得干干净净 苍蝇怒火着 航完完语 还有什么可说的 诱惑着 你还有什么同谋 她誓死不认地反驳着 不是我不认 心里又犹豫 不能将苍蝇女供出来 万一出了事 她一定会就自己的小编 只想说 恋爱脑伤透了吧 她坐着最后的 垂死挣扎就不住 苍蝇就凭这个被买通了的奴婢 就想指证我堂堂郡主 苍蝇公子没有买通我的 她只是告诉我 如果我要蒙骗太后 一旦被发现 我这种卑贱之躯 只能是株连九族的下场 躺完晚一个瓶窗 如果不能证明你的所作所为 那我这里还有一个证人 带修筑上来 拜见太后 我是沐亲公子的 替身侍从修筑 莫书一脸震惊修筑 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不是在火海里失踪了吗 为大公子 当初四公子邀请 苍蝇公子上山赏月 打发我去山下买鞋饮味 后来我听说山里骑虎 四公子被困我赶紧入山 但是我奔错了路 被浓烟呛晃晕 没能救成四公子后 来是苍蝇公子找到了我 给我治好伤 还能来见你 所以是小四自己邀请 苍蝇上山 不是苍蝇骗她上山的是吗 唐婉婉一直说是苍蝇 将弟弟骗上山 四公子一直很欣赏 苍蝇公子 性情爽网 有江湖侠士风范 他们私下一只称兄道弟 听完修竹的话 穆书修愤不已 卯族力反手 就给了唐婉婉的大逼 我从来不打女人 但你骗着我 好惨你这个心肠胆子的不错 苍蝇一切都在 掌控之中的眼神 看着他们 太后娘娘 唐婉婉害了我弟 又欺骗利用 是穆家的骑士大辱 请太后撤掉 唐婉婉郡主头鞋 严惩她 唐婉婉是有罪 但当初皇帝登基外臣 犯上作乱 宁王救驾有功 她是宁王最疼爱的孩子 若是摘掉头鞋 怎么和宁王交代 唐婉婉得意不已 当年太后还是贵妃时 我便在她膝下养了五年 哪里是你这些贤杂人本 太后娘娘摘取郡主的头鞋 确实有伤工之绵绵 但是宁王可不一指她一个女 宁王爱你之心是一样的 郡主之位 完全可以赐给得能配位的 宁王府二小姐 之前我帮助唐妍妍既得行善 获得好名声 就是我已经 穆书冷笑着说 宁府二小姐 确实比这个贼妇更配当郡主 只要唐婉婉不是郡主主 这她可方便多了 太后思虑着说 苍二公子倒是脑子灵活 不过此事宁王会同意吗 唐妍妍谦虚地说 确实要问问父王的意思 臣女不敢自打 意识到不对劲的唐婉婉 指着她就骂你这贱人父王 绝不会同意 你想取而代之 绝对不可能 唐妍冷嘲热讽地说 派人询问 非知会不明 半个钟后 老嬷嬷上报着信件 给太后娘娘 掌女卢德 恳求太后秉公处置 由次女唐妍妍 接任郡主之位 听完这些唐妍妍 瞬间整个人都崩溃了 还念着不可能 下一秒 太后就吩咐来人拖下去 关入宫行司 再行定行 看到她这下场 也终于帮母亲报仇了 苍妍心里别说多说 与此同时 云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 还不忘夸赞苍妍 果然有本事收拾了唐妍妍 还拉拢了募书 这小子现在必定很得意 原以为需要本宫的帮助 没想到处理得游刃有余 殿下太后派人询问您 是否还有其他 众议的驸马人群 本宫上次说了 要先苍妍太后一开始答应了 后来又不然改了旨意 又变成了母亲 这次 你再把苍妍的名字提上去 殿下 您若是再次清点苍妍为驸马 只怕引起太多人对她的注意 这样只会让苍妍 对殿下更加的不敏 公主却执意吩咐 照本宫说的去做她 又幸灾乐祸的 想看看 苍妍这次怎么过去 快看男扮女装的公主 霸道地把前夫哥拉在身前 用温柔又妩媚的眼神 看着她 你觉得本宫好看吗 这骚操作 弄得她小心脏 碰碰乱跳 刚进入大厅 苍妍就听见不值钱的父亲 在骂自己 就讽刺地问国公爷 怎么发这么大火 苍妍与连忙是好二哥 你总算回来了 刚才我和爹入宫太后 让我们父子三人 负责朝廷放粮放灾的事 苍妍二话不说 就答应下来 国公爷指着她说 你现在进宫告诉太后娘娘 你能力不足 不敢参与赈灾 娘娘重用 为什么要拒绝 难道你怕我把此事办好了 抢了苍妍与风筒 你为什么觉得 你能办好赈灾 有各种阻碍门道 不靠着苍家 只会出境披漏 我当然可以只靠自己 把事办得途当 其实太后 让我去赈灾 也是我让燕燕郡主提议的 是我计划之内的一部分 竟一脸恶毒嘴脸讽刺 苍妍你这么自信 该不会仗着你手里的 那些田庄铺收益好 所以觉得 不靠我们国公府 也能把差事办得妥当吗 什么田庄铺子谁 让你把这些东西 给这个逆子的国公爷你 真是冤枉我吧 我没有把这些东西给苍妍 不过这些东西 确实也是咱们府里的 苍妍警惕地看着她那些 都是我娘留给我的嫁妆 怎么成了萧二夫人 嘴里的仓府财物 果然这女人的手段 梁太师送我的产业 都被她查到 你娘的嫁妆 不都是在府里吗 你也该把我娘的嫁妆 也还给我 继母见前眼开吼着 不信你娘的嫁妆 你想都别想 苍国公一把拦住她说 我可以把嫁妆还给你 但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继母听见这话 瞬间肉痛喊着 夫君不可以 苍妍宇安抚着她前 乃是身外之物静观其变 你先说说看是什么条件 我再决定 要不要答应 苍国公见目的达成她便说 第一你 立刻进宫禀报太后 你不参与赈灾放粮事情 第二你立刻离开京城 从此不再入京城半骨 苍宇一口答应了下来 心里却不想她所约这便宜爹 以为什么都可以 算计得拢 隔天上午 公主在府内打着 短云行禀报着殿下苍宇在殿外 她想见您公主还纳闷 她向来对我必而远之 怎么会主动见本宫 云行一一说 也许她只是顺便看殿下 要不属下把她赶走吧 听她要赶走自己心肩上的人 公主炸毛了 谁允许你擅作主张 让她进来 自己去领法 片刻后 苍宇禁殿 依旧毕恭毕敬的说拜见殿下 公主调侃 苍宇你来做什么 不是要和本宫老死不相网民了 草民是来给公主赔罪的 却难得见公主这副慵懒的样子 像傲娇的小猫 意外的可爱 赔罪正气凛然的苍二公子 也会犯错吗 这野狐狸也有服软的时候 还真是太阳打西北出来了 殿下救了我 我却斥责殿下对木琴 见死不救语言之间冒犯殿下 都是我的错 所以来赔罪 当时我因为木琴的死冲分头 不管怎么说 殿下救了我 后来我听当时的禁军说 殿下尝试过救木琴 只是伙势太大 根本无法救援 才知道 误会了殿下 这是我的赔礼 我知道殿下什么都有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公主一时间盯着她盒子里的金钗愣了神 还不忘讽刺 你这个穷光蛋 是哪里来的宝木 又是骗了谁的东西 这话损的苍蝇尴尬极了 这是我娘亲的陪嫁之一 我娘的嫁妆 我可是搬了整整一夜才搬完 公主第一次收到新津人的礼物 开心地把玩着簪子说 确实不错 苍蝇成圣追击问殿下 您收下 我的簪子 可是原谅我了 苍蝇本宫不是善良的人 绝非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所以本宫原谅不原谅 你对你并不重要 那下 那就求同存异吧 我依然当您是朋友答应过您的事情 还是算数 下一秒 公主就霸气地 对她伸出手一把 将她拉进怀里 带着温柔又嫩媚的眼神 看着她说 你觉得本宫好看吗 虽然觉得都是女人苍蝇 还是被这骚操作弄得小心脏 砰砰乱跳 注意看着奇装异服的妖艳 南光天化日之下 调戏男扮女装的驸马爷 打药打不过 只能忍生吞气 让人摆布 数日后 苍蝇带着明月来到新府邸以后 咱们就住这儿了 明月不明白 为什么要从国公府搬出来 苍蝇无奈我跟她捡来的爹 闹成那样 还怎么待得下去 再说了 这宅子是太后赐的 我们不要白 不要刚说完 她就看到一面来的拜扒子兄长 苍蝇兴奋地扑到她怀里 就猜到兄长会过来 这宅子是你的私产吧 肖无心不好意思挠挠头说 没错 太后让我替你添一处宅院 我这闲置的宅院 刚好拍上用车 兄长应该也知道 我负责收量事情了 我知道 但是这件事情 我恐怕帮不了 你家里长辈传话 让我不要插手此事 苍蝇拍拍她肩膀 我不会为难兄长 你是肖家世子 和我这样身份尴尬的人 混在一起 只怕你家族长辈 早就不高兴 是我无能 帮不了你 他白白手说 兄长你可别这样觉得 再说了 你可以帮我其他的事情 比如提点下 我收粮难的部分是什么 收粮最难的是 运送粮食 很容易被灾民和土匪争取 兄长我明白了 就算收粮 如果不能按时送回京城 也会被论罪 阿宇曹运 虽然运送大批粮食 但负责曹运的官员 与仓国公交所 必然不会帮你 如果走路运速度太慢 只怕耽误粮食 送到京城的时辰 苍语信誓旦旦说 无妨我知道 有一个人能按时帮我 已经让人 把信物送给纪大人 就是不知道 他会不会来见我 结果他转身 就看见巷子那个纪大人 高大迷人的背影 见来人他就放心了 立马招呼着纪大人 许久未见别来无量 他质问着你 居然还真有胆子 让人把莲花预扣 送到本座的地方 我有什么不敢的 不是你让我有什么 需要随时找你的 那你是打算 还不一定呢 结果他轻视地笑了起来 你觉得本座会完不成太苦笑了 他突然靠近苍语 低声调侃着你 就算想造反本座 也不是不能帮你一臂之力 苍语立马变脸弄骂你 是不是嫌我死得不够快 你这疯子 明知道我是醉沉血脉 最忌讳于造反几字 牵扯上他兴致勃勃地 挑逗着苍语的发丝 说你想要我帮你什么 纪大人 你应该知道 我要拿回我娘的嫁状了吧 他无懈地吐槽 听说了你这个穷光蛋 不然一夜暴富了 听他这语气 苍语回想着 为什么纪大人说穷光蛋的语气 总让我觉得熟悉 但是又想不起来 熟悉在哪里 苍语马上回归正题说 我想要你 替我保住这批钱财 并且负责 把这些钱财运送出京城 你是要本座替你压标 你这小子 居然让本座的人给你压标 真是大才小用 让我摸摸这小脑袋瓜子 有并不成 怎么还没有发烧人 就傻不伶丁了 苍语吐槽你戴着手套 能摸出来个屁 他打去的 是 难道你想要本座脱了手套 摸你 我知道你有好能风毛病 忽然被一顿嘲讽的苍语 转身就说 告辞 你就当我从没有出现过行吗 他伸出手指 勾住苍语的后衣领说 你生气什么本座 又没说过帮子 他瞬间不乐意了 这动作想抓小鸡斑 老子又不是阿猫阿狗 快放开 他紧贴着苍语的身子 暧昧又宠溺地说 如果本座不放开 你又能拿我走 没见过这么无情的人 求大侠帮忙 结果自己跑去 发楼报 美人气的男人找上门 当场对峙 反被质疑是在争风吃火 苍语震惊地问你 靠我那么近干嘛 快放开我 如果不放开呢 能拿我怎么样 苍语惶恐观 他贴得很近 尽量好像在耳朵被他喊住 有话就说 你贴那么近 还哈什么气 能不能正经 忍无可忍的苍语 一个手肘撞了过去 你丢滚菜 没想到 被他轻而易举地躲开了气的苍蝇牙痒 瞬间炸毛的他 想扑向这个骚包男小也独立 你消停一点 别一惊一炸 你的社会出炼口 我们下次见说完 他就逃之夭夭了 剩下苍蝇在原地六脉 喜欢耍人是吧 下次 我让你见识下我的时候 夜里他就带着明月 来了京城最有名的花楼 公子这是哪里 这是京城最风流地方里头的花魁 可是一局 而且 每日会发五块香牌全贵子弟 来了点牌店 公子你花重金买这香牌 就是为了见八鬼吗 这里确实有我见的人走吧 先进去看 谁承想就被云蝇装的证 那只狐狸 跑进北乡隔来 泡妹子那店下的饭 不然他身后 想起了云蝇 你在那里干什么 你替我盯着那个小白脸 看看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那可是主人要的 既然是纪大人要的人 我自然会看起 那你这里 你盯着我得去找主人来 刚进花楼的他们 就听见你们在唱歌 台下男人议论纷纷 怎样才能得美人的青睐 在线等上次沐王 送来一百盏水晶灯笼 才得紫菌一杯酒 别人用水晶 做手吃他 直接用来雕灯笼 真特有情 听说沐王的封地有宝矿石 所以他的数一数二的 那我可得想办法 让他吐点出来 负责收粮 但是最近粮价大涨 朝廷的震灾又不够 只能节骨祭品 等康宇掃尸一圈后 那个老色黑果然在这里 这眼巴巴的盯着 花魁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 就是吃汗本吃 苍宇毫不犹豫 摆着琵琶上千弹奏了起来 梨君偏偏起舞 犹如仙女下巴 引得台下观众发赞 真的好般配 往日都是梨君 不诱别人 如今他倒是被引诱了 表演结束后 梨君举起一杯酒说 切身一杯酒 愿为君子为人者 两人随之越靠越近 眼神你们我龙都要拉撕了 一旁的沐王的气得直拍为蓝 我的梨君 怎么会看上那群酸小子 连楼主都连连赞美 竟有能配的上紫君的妙人 难得一见 谁知道话才说完 就感觉到一旁的 低气压散发生的力气 眼狐狸还真有本事 竟然还聊上本作的杀手 让本作给你干活 你倒口在这道理 注意看这个无情的男人 求人帮忙 结果自己跑去 八楼抱美人 气得男人找上门 当场对峙 反被质疑是在争风吃醋 苍宇意犹未尽地握住 紫君的鲜鲜御手 多谢美人的头位 四目相对下 只见美人撩开自己胸前的杀精 娇滴滴地说公子 您喝了紫君的酒 便留下过夜吧 说完就往苍宇怀里靠 吓得他满脸喷红 台下的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眼神 这是紫君第一次留男人过夜 这小子好服气啊 气得沐王冲上台 指着苍宇就骂本王要杀了 你你这个挨牵刀的王八 苍宇见状 也只能顺顺推舟 楼井怀里的美人挑衅地说 沐王紫君姑娘给我献酒 今天我可没空陪你 紫君娇滴滴地说着 对不起了王爷今夜 我是属于苍公子 美人都这样回应气的 他徒劳选贵倒在地 凄惨地喊着我的紫君 你不要走 楼主看不下去扶着王爷 你可别冲动 纪大人 令我帮这小子对付沐王 也不知道他什么身份 让大人如此上心 下一秒 王爷如抓住救命稻草 掏出一袋银子小夫人 本王现在就要给紫君赎身 那可不行的 紫君和多王公贵族都有约呢 王爷还是先回复养身体吧 苍宇不忘讽刺着 人人都说我苍宇是个山野村夫 如今我拿回我娘的嫁妆 所以我不再是穷小子 我得出来宣告一下 沐王咬牙切齿的大骂 你这点情算什么 也好意思拿穿写来 那也不好意思 小钱我也能换每人一夜的陪伴 沐王要是有本事 也可以放火烧了我的一切 否则我就包下紫君 让你日日夜夜都看不见他人 小子你给本王等着烧了你的一切 让你变回义务所有的贱民 苍宇心里美滋滋 随便一激将把这蠢货就追上来 像疯狗般乱野 回过神来 苍宇才想起自己怀里的美人 想着怎么毁绝美人一夜相伴 突然楼主就换紫君天字号里舞蹈师傅等真 紫君也瞬间进了天字号 世纪大人专属房间 平日里不许人进出 除非有事吩咐人进去 公子紫君 今日还要练习舞蹈 不如下次你再来 我会为你保留 我的香牌苍宇剑刺 也一口答应 既然如此 那我下次再来 这借口很敷衍 不过我也没打算在这里 留业正后裔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纪大人 很是不爽 这也无力 若不是我叫走子君 还不知他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云醒一脸无奈 主子原本是在看公文 一听到苍宇来天香阁 就立马过来 这可好了 现场抓包 他尴尬地问您 要去找苍宇要个解释吗 傲娇公主扭头就拒绝我凭什么 找他要解释 回府路上 苍宇还美滋滋 今天的子君姑娘 确实是美不过 看见嘴上说不着身体 却很诚实的纪大人 像急了小怨妇一样 站在门口心诗问罪 顿感不妙的苍宇 尴尬地把明月打打走 这妖精发起风来 可不好辱 他强装镇定问大人 您是来我这心腹底做客的吗 怎么来你这破屋子 还不欢迎吗 大人这话说的 我哪敢不欢迎您 下一秒 他就把苍宇按到墙上 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我看你胆子肥得很 安排本座给你做事 自己却跑去天香阁 左右右抱 苍宇心虚地推开了 他我是个男人啊 喜欢美人 不是很正常吗 纪大人警告着 小心美人刀 致命的 美色迷眼 免得伤着了苍宇 听他这么说 瞬间起坏心眼 纪大人 这是在担心我吗 一个转身就靠在他胸膛上 抚媚地挑起了他下巴 大人也喜好男人 这是在风争风吃醋 注意看这个无情的男人 求人当忙 结果自己跑去 八楼抱美人 气得男人找上门 当场对质 反被质疑是在争风吃醋 他一本正经地 拍开苍宇的手 你在胡说些什么 纪大人 你这么开不起玩笑 你少在这里吸血 哈哈 你今日得罪了沐王 他必定想办法对付 我倒是希望尽快来对付 我还怕他不来呢 隔日夜里 苍宇又在了回府路上 早有准备的他 突然感觉到了危险来袭 他轻轻轰轰的一跃而起 避开了后备的冷箭 谁承想 还是输在了数量多的份上 肩膀还是中箭了 这箭头还有多 沐王气势冲冲 带着一堆手下来 袭击苍宇 我们又见面了 这次不会再有人来救你了吧 苍宇开启一顿嘴炮 沐王你想杀我 可没有那么容易的事 他挑衅我 说我看你 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 本王今天就是要你命 前面 还毫无畏惧的苍宇 转身就要 不离跑三十六斤 走围上季七的沐王 骂骂咧咧 你们还愣着干嘛 给本王放箭 苍宇你可别想跑 下一秒 密密麻麻的冷箭 就飞速向苍宇袭来 危险时刻 他迅速的躲进房内 真的好险 晚一秒 就要被砸成马蜂窝了 沐王放话 别以为你躲进人屋 就可以逃过此劫来人 给本王霍游烧了 地旁的军师立即阻止 王爷 你是真要烧了这里 苍家我动物 但这档骨 是苍宇的私权烧了 也没人替他出 最好连他 一起烧丝区区剑名 还想和本王抢羽人 谁和我抢 这就是下场 突然赵公公出现 我以为是谁在这京城放火 原来是沐王 见来人是赵公公 沐王讽刺着 救了也没用 苍宇肯定烧没了 沐王是故意烧掉 苍二公子的店铺 还想杀苍二公子 如谢的说没错 这把火是本王放的 又如何当初 本王刚皆打死 李布侍郎这个苍宇 不过一介草鸣 杀了便杀了 苍宇精神焕发的 站在众人面前 殿下 这可是你亲口承认 放火的再城的 所有人都可以证明 苍宇内心暗自窃喜 终于钓上这条大鱼了 沐王一脸震惊 那么大的火 你怎么还活着 为什么自己有种 掉进陷阱的感觉 苍宇瞬间戏惊 上身扑冲一声 跪倒在赵公公面前 在下资产被烧 并没什么 可是朝廷的八万两震灾 都在地库里 让王爷一把火 给烧了赵公公 你可要给我坐着 瞎说什么户部的银两 怎么可能在这里 苍二公子名字 可是稍不怕的 顶多把外头一藏 烧毁了此刻 灭火地库里的银两 并安然无恙 他看着苍宇 那嘚瑟的样气的帽子 想把脏水 拖到本王身上没门 一个钟后 下人禀报着手下 在地库里仔细搜寻 没有发现 大宗淫定的痕迹 烧毁的物品 也只是私产 沐王庆幸没有发现银两 这样脏水 就迫不到自己身上 本王要彻底的整丝 苍宇这件 灵物线本王该当何罪 赵公公借此询问 苍二公子 你还要什么需要补充吗 没错 地库里烧的确实 不是瀑布的银两 终于看女扮男装的驸马爷 遭人暗算 受伤男主非要给他上药 女主到底什么时候 会掉马甲 地库里烧的确实 不是瀑布的银两 而是八万人银票 气得沐王牙痒痒你这混账 有无限的 先说是瀑布银子 现在怎么又成银票 你说银票就银票 有证据吗 此时萧氏 银庄兑换成银票 是我亲自送到他殿当铺 没错 这是青椒银子的 气数上面 还有萧氏子的手印 怎么银庄已经收下了八万的官银 沐王殿下 您还有什么谱说 此时本王上报给太后娘娘 亲自决断 沐王见逃不到好处 便说 今夜本王发了些鬼 沐王暗自窃喜 就算出什么事情 母后定会向着我的汤公子 若是太后问起 咱家也会帮你说话的 先告辞了谢赵公公子 好不容易把人盼走了之后 沐宇开始摇摇欲坠 你怎么了 阿宇发什么了 突然他重心不足 找他萧氏子的怀里 那痛苦的表情 让他担心不忍 阿宇你受伤了 沐宇庆幸 还好提前吃了明月制作的冷香丸 压制住了服务素脉 萧氏子 忽然难有力爆发 一把暴起 我送你回去 这方高作 会把汤公子下的不轻 回府后 萧氏子担忧地说 我给你请太医 他连忙剧组 大可不必明月擅长医术 他照顾着 担心暴露身份 他追逐着兄长 你先回府吧 不要为了我耽误寂寞 那我这就回去 让玉石谭和沐宫 把事情闹大 他拍拍苍蝇 那你有困难 尽管找兄长 不必担心 有等人走后 他呼喊着 明月明月 你可以进来了 忽然想起季大人的声音 不必哭 我对他用了 泥香他一时半会喜欢 这三更半夜 飞登瞎 吓得苍蝇 一个机灵大呼召 谁让你 他一脸质疑 孝无心能来 怎么我就来不得 苍蝇一脸尴尬 回到门市里 下一位 他就一脸 苍白虚弱无力地咳嗽了起 你这只狐狸 平日里都是阴阳怪气的 今日怎么不顶左 还这么怪气 苍蝇只能无奈地说 受伤了 你要是想吵架的话 等我改日好了再来 谁成长他一页 暗逐苍蝇担忧地询问 你是怎么受伤的那一幅书 为什么没有人 离报他受伤了 我没事的 季大人你不用担心 他一脸严肃地 看着苍蝇肩膀的伤口 你别动让我看个伤势 他暴露身份的苍蝇 一把推开他 你要是担心我的话 把我把明月弄醒就好 这一使劲 瞬间让伤口二次撕裂开 碰着苍蝇咬牙切齿 看他如此不配合 季大人点了他的穴位 你在乱动伤口 就更严重地 动弹不得的苍蝇 只能和织母老虎般 快解开我的穴道 他从怀里掏出一盏药 说你慌张什么 我再不喜欢 你也不至于要你小命 说完便擅作主张的 准备解开他的腰带 听话语 我帮你上来 这操作 可把苍蝇吓慌了 憋了好大一口气 身份要是暴露 可玩犊子 他大声怒哭的 你快给我住手 这声音 可把季大人给振晕 他无奈地说 你喊什么都是能力 你身上还有什么不能看的 女扮男装的前驸马 身受重伤 公主非要帮忙检查身体 女主坐立不安 该不会要掉马甲了 你先解开我的麻穴 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 他仔细地看着这野狐狸 现在这么虚弱 也不会撒谎 等给他解完穴后 他追问着 为什么一下都不让我碰你 逃过一劫的苍蝇 笑眯眯地看着他说 把你手帕给我 他不懈地看着苍蝇 你是第一个 敢命令本座伺候的人 他一脸尴尬地擦着脸 也许以后 我会让你经常伺候 所有你提前习惯一下 听见苍蝇说出 这么肆无忌惮的话 他忍不住双手 捧住苍蝇的脸 用力挤压着 想让本座经常伺候你苍蝇 你是不是不想 他开始外惨 大喊着好痛 你不能这么对一个 受伤不住又可怜的评 鸡大人摸着他的脸说 嘴皮子 还敢那么嚣张吗 苍蝇被弄得欲酷 无泪地说不敢 苍蝇这一副娇媚的模样 瞬间把他弄得满脸通红 心跳不止 怕被发现的他 立马背过身子去 苍蝇搓着脸 按骂 迟早要把你脸捏住 没想到 等他缓过神来 又追问 你身上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苍蝇一个大无语 他真是打开锅底 问到底 他又转移过了一点 他的注意力 他强装镇定地扯开衣领 你想看就看吧 反正都是男人 有什么关系 纪大人害羞地瞟了他一眼 看到他那肩膀伤心 纤细过分柔朗精致的 有点类似于此外 看到他肩膀上 发黑紫色的伤口 纪大人又忍不住心疼 怎么伤成这个人 苍蝇老老实实地说 这伤口放黑紫色 应该是沐王的剑上 不要 我已经吃了明月的解药 你要是再给我用药 万一冲撞了怎么办 又不解 他生气干什么 他不放心 还是靠近看了看 苍蝇的伤口 仔细检查着 苍蝇坐立不安 看着他 我已经很小心地 露出了一部分肩膀 不该露的部分 藏得严严实实地 我还束胸啊 他应该不会发现 我的身份吧 怕露出破绽的苍蝇 准备拉起衣服 准备赶人 结果被他一把 抓住了十万 他温柔地说 本作去把明月弄行 你别动来动去的 和伤口又裂开 见他这样说 苍蝇就放心了 你快去 不乱动 随后他又掏出一瓶药说 喝了它是滋补身体的药物 不会喝解药 有重途的 他乖乖地喝了下去 以他的舍断和武功 不会害我的 不让也不会留我到现在 他又调戏地看着苍蝇 你的身段 不像够纤细的 真不像的男人 他瞬间被这话吓吞 闭脸心虚地说 你别避避了 赶紧去把明月弄行 半个时辰后 康宇探佛看到了 看着外面明月提醒着我 亲眼看着他已经走 他突然松了口气 把药品丢着明月 看看他给我喝了什么 明月秀了秀瓶子 说这是传说中 蓬莱木须花叶之 这重发百年 一开极其难得 只要人没死后 喝一口 这是蓬莱岛国的国宝 听说只有少量 净性 以这点过伤 居然一瓶喝光耳 太浪费 他他一脸尴尬地省笑 我那里知道 这东西这么贵重又稀奇 明月不理解这人什么心思 为什么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给你 康宇倒是好奇 他为什么拥有这么珍贵的药物 莫非他是和皇家 什么关系